老人拿来一本可以预言的无字书 打开后书上的文字全都飞向了半空中 随后变成一只只黑色的乌鸦在大殿内盘旋 这群黑色的乌鸦能找到冥王之子的下落 而在唐伯的都城内 临江军府的上空一群黑色的乌鸦盘旋 院内的两个孩子不停地去赶 却不知危险也正在悄悄地靠近 一道白光闯入另一位将军夏侯的军营中 夏侯拿枪便向着白光刺了过去 可来人只是随意抬手便挡住这一击 在他发力之下瞬间就将夏侯击滚 魏光明随后变道出了夏侯的真正身份 二十年前魔宗有一少年和一少女逃出荒野 随着时光变迁两人已然混进了唐伙 少年屡历战功被唐王封为镇北大将军 而昔日的少女也成了唐伯的王皇 在昊天的世界 魔宗以所有人势不量力 若有人知道魔宗的余孽隐藏在唐国 另有一个还当上了镇北大将军 一旁的魔女立马上前就要对魏光明出手 可魏光明只是一个眼神就将他控制 魏光明实力早已在致命巅峰 在整个浩天世界也没几人是她的对手 夏侯 我还不认罪 今日死的不仅是她 还有一位 能隐藏在唐伯后宫的志气 魔女再次起身化为一道道残忍 随时准备着对魏光明出手 夏侯看准的时机也是提起长枪 随后一枪朝着魏光明挥去 可这一枪却根本没有碰到魏光明 而是将一直陪在身边的魔女击倒在里面 因为没有人比她在后宫的那位更加重要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永夜将至除去冥王之子 冥王之子 接着两人一起找到唐国的亲王李佩英 魏光明告诉他冥王之子会带来永夜将冥 到时将会举世黑暗万物枯竭 所以必须将凌江军府彻底除去 不禁陛下同意 没有人能动人将军 若是他王王大爷 你就是他王 亲王李佩言将林将军召唤至军部 并让他的副将指证他通敌叛国之罪 还令修行者以他的笔记写出 与燕王来往的信节 草草结案就要将他就地正伐 可在场之人根本没有人是林光明的对手 却没想这时夏侯却走得出来 在林光远没有任何的防备下被一枪洞穿 唐国也因此少了一位忠勇的护国大将 不仅如此他还带兵包围住林府 整个将军府在一夜间被途径 只有一个孩子躲在了草堆里 另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躲藏便被发现 他眼睁睁地看着恶人杀害着自责的平板 不敢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夏侯不放心还特地过来检查一番 一夜之间将军府只留下一位独子 而他带着满心仇恨也必将会去复仇 他是唐国最悲惨的公主 沐浴更衣以后等待他的将会是死亡 因为草原上的大王蝉鱼暴毙 所以他作为蝉鱼夫人必须陪葬 然而就在大火烧起来时 大祭司却突然在火中看到公主逃跑的身影 原来是他的侍女代替他进行了火葬 公主带着蝉鱼的儿子一路向着唐国逃去 却还是被追兵拦下了马车 就在对方准备将公主就地诛杀之时 唐国的旧兵及时赶到 而且其中还有动玄上镜的大修行者 一把飞剑犹如有着定位一般精准刺杀 穿梭在所有的追兵之间 沐浴会就将几名追兵都斩于马下 在修行者的保护下 公主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唐国的边境卫城 随后找到卫城守将的马将军 并让他派出一位有经验的向导 带着公主回到都城 马将军很快就想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 卫城的守卫兵命缺 手持双刀在书壁湖砍布无数马贼 因为他将这些马贼都当作废材 所以他也被称为书壁湖砍柴人 宁缺自小经历了家族被灭 后来在流浪途中认识了好友小黑子 还在死人堆里救下一名女婴 自小养在身边成为他的侍女桑桑 桑桑也一直把他当少爷一样服侍 不仅帮他梳头还会给他洗澡 马将军告诉宁缺此去护送公主回都城 还可以参加书院的入学考试 第二天宁缺便带着桑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十几年家 他此番回都城还有更重要的事 那便是为他被灭门的将军府报仇 可不知这次的回城之路却异常惊喜 宁缺凭借多年的闯荡经厌很快看出威胁 可公主却根本不愿意相信他的话 无奈宁缺只好想带着桑桑远离此地 却没想对方的杀手们很快便打开 并缺对付普通的敌兵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奈何对方却隐藏着修行者 为首的大力士举起一根巨木朝着马车砸去 马车中乘坐的正是修行者吕清晨 吕清晨是一位洞悬上镜的念师 一念力吸起地面的落叶做武器 只一击就将这个大力士击杀 但很快又有一位书院企图的箭尸杀了 修行者对战普通舞者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吕清晨立马扔出手中飞剑 这一剑虽然击断了对方的长径 却并没有给他造成实际性的伤讨 而后这位企图竟使出了魔宗功法 魔宗 你那书院主人却用魔宗手段 难道不怕天忠 莫非正好 何去魔宗 若是沉沦 那便要沉入灵气 永世不得超生 魔宗功法可以强行耐天地灵气入体 一时间天地变色就连吕清晨也只能勉强抵挡 躲在暗处的宁缺瞅准时机 一连拉出三支箭直接将对方击穿 被击杀以后的企图选择自爆身体 桑桑撑起大黑伞保护住公主两人 这一次的袭击也终是勉强抵挡过去 这也让宁缺下定了成为修行者的决心 都城间牢里 唐王狠狠一脚踢在夏侯身上 公主李渔是唐王唯一的女儿 可夏侯不仅派人追杀公主 甚至连魔宗中人都请了出来 原来十五年前 唐国曾夜观天象 得到浩天神域 夜幕遮心国将不宁 女主乱政毁灭大唐 而应召之人 正是当时还年幼的公主李渔 唐王当场斩首了妖言惑众之人 可这个预言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夏侯也是因此才对李渔下手 陛下 夏侯的命是陛下给的 夏侯的全家都是陛下的 只要有人胆敢对陛下侯 或者陛下所真爱的人 独立的话 夏侯一定会不遗余力地 把他给铲除掉 唐王气到半死 还是王后夏天出手阻拦 才暂时平息了唐王的怒火 唐王警告夏侯 如果李渔不能安全回来 他也会死在天牢里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两人走后 夏侯再次回忆起那个晚上 另一边 命缺和公主还在回都城的路上 动玄境的吕清晨 突然提出想见命缺 想验证一下他是否适合修行 可结果却不尽人意 命缺的雪山气海空空如也 不出意外的话 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修行者 命缺的表情再次失落起来 因为多年前也有修行者 和他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命缺的梦想是考进书院 成为夫子的徒弟 可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 深夜 命缺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噩梦 在浩天的世界里 每隔千年便会迎来冥王将士 而冥王带来的永夜 会让天地堕入极寒和飞暗 宁缺又一次梦到了九屠屠夫 从小到大他经常梦到这两个人 而且不知为何 他们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话 提醒宁缺天要飞浪 困惑的宁缺 拿来一本书向雨清晨请教 这本书他早已烂熟于心 却一直无法领悟其见观俏 可吕清晨却果断拒绝了他的请求 因为宁缺的气海雪山空空如也 根本就不是修行的料 看什么书都没用 但在宁缺的软磨硬炮之下 他还是介绍了修行的门派与概念 见识能操控飞剑 以见克敌 念诗则以念力隔空杀人 克敌于无形 而将天地元气入末 以伏克敌的视为伏师 伏师上进 更是能够呼风唤雨改天唤地 也被人们尊称为神福师 不过无论以何种方式进修 都需要有调动天地元气的能力 修行者也以此被分为五种境界 分别是 初境感知不过动玄之命 所谓之命 便是知天命 已经是许多修行者的极限了 但五境之上 其实还有更多玄妙的境界 比如夫子这种千年难遇的大修行者 就早已突破五境达到了无据 并却说自己在梦里 经常能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呼吸 宇清晨解释说 那是修行者初识时在心灵上的投影 资质平平的人 感知到的就是一盆水 资质略好一些的 就能感觉到一条小溪 或是一方池塘 哪怕是世间第一箭是柳白 也只是在梦里 看到了一条滔滔大河 可宁缺缺说 他在梦里感知到的是一片大海 神兽朱雀守护大唐千年 竟在一溪之间活了过来 昂首于长街之上 一双红毛死死盯着宁缺和桑桑 乌云瞬间笼罩天空 下一秒 雷声四起风雨大作 黑伞之下的主仆二人 同时感到了扑面而来的肃杀气息 那股杀气 让恐惧从身体最深处爆发出来 两人牵着的手逐渐冰冷 双腿更是僵硬无比 无法往前一步 二人就这样艰难地站在伞下 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乌云散尽 阳光重新笼罩长街 才渐渐缓过神爱 可再次抬头望去 城门之上的朱雀却一切如常 没有任何异响 惊魂未定的二人连忙离开长街 谁知又遭人尾随 宁缺激紧地回身抓住男人 却发现来人是自己多年未见的好友卓尔 宁缺告诉卓尔 他之所以来都城考书院 就是为了找夏侯报仇 十五年前 夏侯以冥王之子将士为由 大行杀戮之士 害得他家破人亡 此仇不报勇是不得名的 而这些年来 卓尔也在为复仇奔波 他不仅效命于兵部 还打入了当地的鱼龙帮 黑白两道通吃 因此对夏侯的行踪了如指掌 两人一拍即合 约定好一起报仇 为了谋求生计 宁缺在零四十七项租下最便宜的店铺 开了一家名叫老笔斋的自画店 可没想到 店铺的第一位客人 就大有来头 男人不仅不买字 反而问宁缺为什么租下这家铺面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整条街的铺子都关着 你是谁啊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所有的铺面都是我的 来人正是鱼龙帮的帮主曹小树 两人打赌 如果宁缺的老笔斋能撑下来 曹小树就免他三个月房租 这孩子不俗 有点意思 第二天 宁缺带桑桑在街上闲挂 桑桑指着路边的唐葫芦 说自己也想尝尝 宁缺写下一个人字 还没等老头反应过来 就顺走一串唐葫芦 带着桑桑扬长而去 老头看着沙盘的痕迹 言呼好字 认定命缺就是自己的传人 原来老人正是浩天到南门神福师颜色 可当颜色回过头想找命缺时 却发现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有个兄弟 他很信任 可惜他被人杀了 谁干的 他们 在那儿 今晚我身边必须要有一个人 够快 够狠 够勇 在危险的情况下 不能眨一下眼睛 不能让任何东西落在我身上 你确认杀死那位黑脸兄弟的人 会出现吗 我确定 好 我会拼命 我叫宁缺 我叫曹小树 江湖上叫我春风亭老巢 今天晚上春风亭会发生一场大战 此战 曹小树不仅要守卫自己的地盘 还要为昨天死去的兄弟报仇 殊不知昨天死去的也是宁缺的兄弟 当年宁缺逃亡时被他救过一命 从此两人结为兄弟 发誓长大后一定要为死去的人报仇 这么多年 小黑子加入军部一直调查 把夏侯的生活起居情况摸得清清楚楚 但同时他也是军部安插在鱼龙帮的卧底 曹小树知道他的身份后并没有责怪他 我既然能救你 我就相信你了 我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告诉你 军部想打探我的任何消息 我要你取得他们的信 当好军部蝶子 这对鱼龙帮非常重要 此后小黑子变成了鱼龙帮的蝶中蝶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天在他替曹小树找人时 却在一处巷口遭到军部人的围攻 小黑子寡不敌众被打成重伤 冰死之际他将调查的证据藏在宁缺门前 看到好兄弟的尸体被拖走 宁缺很是伤心 如今曹小树来找他帮忙替小黑子报仇 宁缺没有丝毫犹豫选择答应 两人整装待发后来到街巷 月黑风高大雨磅礴沙气此起彼 两人很快便被几股势力团团围主 他们都想拿下春风亭的地盘 春风亭 今晚没人会吧 其四也不在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原来曹小树一人牵制住所有人 手下们已经去抢搏他们的地盘了 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叫 螳螂五蝶 黄雀在后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王景略早就布下埋伏等待他们自投罗罗 如今不会有一个人前来救援曹小树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老蒙的几十名手下一拥而上 曹小树健壮却丝毫不慌 一人冲进人群大杀四方 仅仅片刻便将他们打得人羊马翻 与此同时 宁缺拔刀对战猫树的几十名手下 只见他手持两把西瓜刀无人能敌 一路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 甚至就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杀到尽兴时曹小树也不再伪装 原来他竟然是动玄境的修行者 修行者的实力恐怖如斯 曹小树一击便解决战斗 两人继续前走来到曹府 楼上早已埋伏着几十位弓箭手 站在中央的指挥室 正是杀死小黑子的凶手 也是南静剑阁的弟子 你杀了我兄弟今晚必须死 面对迎面射来的万千弩箭 曹小树以剑气在周身形成防御 任凭他多少箭矢也毫无作用 唐军剑远攻不成纷纷换成钢刀冲杀而上 曹小树剑撞释放出无穷剑气 强大的威压直接将冲来的士兵阵飞 随后两名大剑师已面入剑 飞升而起选择正面硬钢 宁缺在下面保护曹小树的肉身 疏壁虎砍柴人的恶名岂飞浪得虚名 唐军一拥而上也难以晋升 没意会宁缺便将所有唐军尽数斩去 与此同时曹小树也获得胜利醒来 两人相视一笑 转身离去准备好好休息一份 然而回去的路上 曹小树突然被一股力量压制动弹不走 来人正是致命境界下无敌的王锦略 曹小树 你了不起 修行者间的战斗 正被你硬生生打出了重破铁血的位置 可惜你遇到的是我 宋王锦略 话音刚落 就见一道身影从马车弹出 起身落地一气呵成 刹内间 凌冽的杀气笼罩整条长街 曹小树劝宁缺快跑 王锦略要杀的人是自己 宋缺现在离开 至少还能保住一条小命 可春风亭一战 宋缺已经认下了这个兄弟 天下哪有丢下兄弟狗活的道理 他艰难站起朝前冲雪 可还没跑出机名 就被对方掀翻在地 你个狐人 死在我手上资格都没有 见兄弟被侮辱 曹小树倾尽毕生之力 击出磅礴水柱 紧接着又挥出树道纯正剑气 面对汹涌而来的剑气和水雾 王锦略依旧原地不动 只是一个起手势 便将剑气阻挡在仪仗之外 动旋上进的王锦略念入天地 汹涌的天地元气 卷积着水雾和桌椅 向宁缺二人袭来 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巨大的神符 停在了二人身前 飞速而来的桌椅板凳 被无形的符拦住悬停在空中 在萧瑟夜雨中显得极为诡异 时间空间仿佛都定格在了这一瞬 下一秒 天地元气被增 王锦略被反弹回的桌椅撞飞 甚至砸穿了价格不菲的红木马车 直到被神符压在牌坊上 才堪堪稳住身形 受惊的黑马飞速逃窜 而就在黑马跑过时 另一个身影出现在长街之上 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神符师颜色 号称之命以下无敌 却被颜色的锦字符吊打 究竟是王锦略太弱 还是颜色的神符能吊打之命 此刻的王锦略 被神符压在三米高的牌坊上 头朝下的姿势极尽屈无 而颜色只是手心翻腹 便能轻易操控他的身体 让他重重摔在地上 王锦略狼狈地从雨中爬起来 直到抬头看到天幕上的巨大神符 心中才有了答案 巨大的神符从天而降 瞬间压他的处立百年的牌坊 就连王锦略的衣服 也在巨大的威压下分崩离析 凄厉的惨叫声中 他的身体似乎被切开般剧烈疼痛 王锦略近乎绝望地跪在地上 平日的骄傲和自信荡然无存 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和无力 颜色缓步向他走去 言语中满是嘲讽 王锦略是公认地修道天才 十一岁入不惑 十六岁静动玄 二十出头就用连续的胜利打出名头 甚至一度被世人称为之命以下无敌 可就是这样一个无敌的人 却被颜色两个时辰画出的符 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好天道难门 神符是街巷为姬 雨雪为墨 这道 枕字符 自然无人能敌 颜色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满怀深意地看了眼神后的命圈 接着解开王锦略身上的符印 让他跟自己走一趟 春风亭一战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而这一夜生死交织 也让曹小树和宁缺成了共患难的好友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兄弟 兄弟这次乱家接了 我今天晚上只是想帮你 顺便挣着起 别说那么俗心 一世人 两兄弟 我还要你去个地方 见个人 老乔 能不去吗 不能 你想当王吗 父子让我当 我就当 好 唐国的王位 乖你 父子一句话 就让李仲义当上了唐王 刚拿到天子之剑的李佩妍瞬间傻眼 他可能到死都想不明白 这天下是夫子的天下 而大唐是夫子的大唐 就在一柱镶前 李仲义和李佩妍切磋剑法 约定谁获胜谁就能拿到天子之剑 传说能拥有天子之剑的人 就能得到至高无上的王位 佩妍带着必胜的决心 赢下了这把剑 然而就在他满心欢喜 以为自己会被立为太子时 夫子却缓步来到了大殿之少 两人连忙行礼叩拜 而夫子只是接过佩妍手中的剑 说自己曾和太祖论剑 这世间的剑一共分三种 分别是天子之剑 诸侯之剑和庶民之剑 众义虚心请教何为天子之剑 佩妍却抢先一步回答道 天子之剑 就是以燕国的成金为封 越伦国的朝阳城为恶 南京的林康城为己 再以西陵神国为行 大和国为家 最后包以四方至以五行 开以阴阳池以春秋 只要天子之剑一出 灵民百姓便会乖乖臣服在脚下 佩妍说得慷慨激昂 夫子则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众议又问 何为诸侯之剑 诸侯之剑 以知永世为风 以清廉世为恶 以贤良世为谨 以终胜世为行 以豪杰世为假 此剑一用 如雷霆之阵 至于最后一种剑 则是最低俗最简单的 庶民之剑相继于钱 上斩锦领下绝肝肺 无异于斗鸡无用于国事 夫子仔细端向着手中的天子之剑 说这把剑虽然极尽奢靡 却久困于宫廷 恐怕连一把庶民之剑都比不上 佩妍 你还想要吗 我想要 给你 多谢夫子 夫子问完佩妍 又转过头来问仲义 想不想当唐国的王 仲义顺从地表示 夫子让他当他就当 好 唐国的王位 归你 夫子 你让我当唐国 是的 拜见唐王 话音刚落 佩妍握剑的手瞬间泄力 只因夫子一句话 一向默默无闻的李仲义坐上了王位 这些年来 李佩妍一直怀恨在心 积极拉拢各方势力 企图谋权篡位 为了方便计划实施 他甚至不惜动用军部的力量 调集与邻军埋伏草小树 试图灭掉这京城第一大帮 起之草小树背后的靠山 正是如今大唐的王李仲义 一切计划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坡 草小树凝视湖中井里 天地元气涌动之间 便有一尾红于凌空而起 紧接着满池井里皆悬浮在他面前 鱼落水中缓缓而游 草小树一念离体 抚养之间 竟直接进入知命上境 关于破境步入知命 我唐国从此又多了一位 步入知命境界的大剑师 公主李于亲眼目睹洞悬破境 深感无限荣幸 唐王与草小树虽为君臣 但更似兄弟 就连李于也要尊称他一句草叔叔 李于希望借助草小树于龙帮的势力 扶持自己的弟弟李魂元上位 而草小树却不愿参与庙堂之事 随即向唐王请辞离开于龙帮 唐王勃然大怒 却拿他无可奈何 纵使心中有万千不舍 但也不得不承认 他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草小树明示身后成门 感慨自己终于重获自由 从此以后 这世上少了一位鱼龙帮领袖老巢 多了一位关于陆之命的大剑师 而另一边 宁缺即将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书院考试一共分为六科 分别为礼乐御书术 第一门开考的便是鼠客 宁缺虽然嘴上不留情 但不假思索就写出了答案 成为全场第一个胶卷的人 而接下来的理科和书科 就痛苦得多了 自小在边境长大的砍柴人 对梵文入节自然是一窍不通 但如此重大的考试 哪有胶白卷的道理 宁缺写了一首漂亮的簪花小凯 用自己倒背如流的太上感应篇 填满了整张试卷 希望月卷人能留几分情面 给自己打个同情分 至于接下来的乐科 宁缺的确是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 挣扎两久最后还是选择了气口 书院录取只看总分 宁缺舍弃了这一科 就必须在其他科目上 拿到更高的分数 好在涉及二科对他来说 简直易如反掌 到了发榜的日子 毫不意外 宁缺里书乐三科 全部得到了丙等最末的评价 他甘大找补了两句 接着转身就走 至于其他三科的成绩 宁缺就算不看 心中也已然有数 宁缺舍科假等最上 宁缺术科也是假少 五科还是假等最上 三科假少 宁缺三科成绩最上 三科成绩最下 平均下来 竟也成功通过了考核 顺利进入书院二层楼 成为了最低等的外门弟子 而正如宁缺所期待的那样 书院处处卧虎藏楼 就连普通的授课老师 也是洞悬巅峰的大剑师 三师姐于连更是亲自教习 带众人来到书院就书楼 看着唾手可得的珍贵典籍 宁缺感慨万分 自己气还雪山不通 本没有修行的可能 书院却依旧让他通过了考试 如今更是不吝赐教 让他们阅读这世上最珍贵的典籍 可诡异的是 大批学生刚翻开书 便感觉头晕目眩 接着便一个个摔倒在地 原来二层楼的书籍过于玄妙 如果没有修行前置 还试图强行入书 便会遭到反噬 而且这里的书无法记忆 更不能抄路 只能通过念力去领悟感知 宁缺犹豫良久 终于试探着翻开一本书 可还没看两行 就感觉一海翻涌头晕目眩 视线逐渐模糊 最后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等他再次回到老笔斋时 白天看过的东西 已经一个字都记不得了 可即使修行之路如此艰难 宁缺也从未放弃过 哪怕代价是每天读到上腿下线 竖着筋来横着出去 日复一日下来 宁缺能看进去的东西越来越多 支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你这样看下去会死的 二层楼内的修行书册 全部是大修行者一念离不墨而出 非动旋境界不能读 你的体质根本不适合修行 徒靠毅力在此苦撑 对你百害而无疑 宁缺深知于怜的话有道理 可是如果不能修行 他就无法为冤死的一家老小报仇 为兄弟卓尔被杀掉的全村报仇 对宁缺来说 修行是最艰难的一条路 但也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宁缺随手翻开一本书 下一秒竟直接落入书中事件 灰暗的天穷之下 有一神秘男子遇见而舞 场面极为诡异 直到那人提剑向宁缺次来 才让他暂时脱离书中幻境 此书名为《无善阳论浩然剑》 幻境中的灰红剑气 便是浩然剑的至高境界 宁缺这才明白三世解余连的话 书院的书无法记忆只能体会 而只要以念入书 哪怕是世间顶级的剑影 也能直观展示在眼前 只是宁缺气海雪山不通 这对修行而言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为了成为修行者 宁缺甚至一度想修习魔宗功法 因为魔宗的修行方法 是将天地之息强行纳入 或许这样就不需要 打通气海雪山 可陈皮皮却直接浇灭了他的幻想 说就算是强纳天地元气于体内 也需要诸窍接通 如此方能让天地之息贯穿于体内 陈皮皮是夫子的第十二位弟子 更是公认地修道天才 五年前 他以六颗甲上的成绩考入书院 刷新了百年来的最好成绩 整个书院的教习都出来为官 而陈皮皮的天赋 正来自于他的父亲 西陵不可知之地 只守观灌主陈某 另一边 宁缺虽然潜心修行 但也没忘记当年灭门之仇 经过这些日子的调查 他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名字严肃清 此人是曾经的军部文书 当年就是他伪造三封军书 污蔑林将军谋反 才害得将军府惨遭灭门 宁缺来到灵狐小住中 本想先试探一番 可查艺师严肃清不仅认出了这个少年 还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来意 对当年陷害林将军一事更是毫不避讳 一口承认了下来 可严肃清没想到 他虽然伪造了书信 却并没有因此得到重用 最后就连军部官职都没保住 只能沦落到都城街头做查艺师 严肃清之所以敢告诉宁缺 就是笃定他不敢杀人 而且也没有能力杀死自己 两人约定在有时见面 宁缺扛上三把刀来到灵狐小住 是要取走严肃清性命 决战开始之前 宁缺问起当年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 谁知严肃清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反正你也是快死的人 告诉你也无妨 主理当年林光远那个案子 正是当朝天子的御帝 话音刚落 严肃清便突然发动袭击 袖中短刀直奔宁缺命门 他居然是个大念师 宁缺这才明白对方之前为什么那么淡定 自己作为疏壁虎砍柴人 杀一个茶师轻轻松松 但要想杀一个修行者却并非易事 前前几招来回 严肃清就试探出宁缺气还雪山未通 在修行者中如同废人 可就算以凡人之身对战大念师 宁缺也没有丝毫逃避的意思 因为今晚注定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 此时任何一丝害怕的情绪 都可能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刀剑轰鸣着向宁缺袭来 他没有修行境界 却能以多年战场拼杀的经验 和过硬的身体素质一一躲过 严肃清的短剑虽没有宁缺快 却一直如影随形 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 宁缺体力逐渐耗尽 速度降下来后便开始负伤 或许这就是普通人和修行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宁缺鼓起勇气奋力一击 却轻易被严肃清踹倒在地 身上的十四道伤口虽然细小 但随时可能让他命丧于此 严肃清的眼中满是轻蔑和嘲讽 似乎在嘲笑宁缺的自不量力 这是浩天的世界 谁能掌握浩天的力量 谁就是不可撼动的强者 告诉我 除了刺娘 还有谁 既然你这么执着 那我就告诉你 这案子需要提证 这三封 是燕王写给你的密信 画音刚落 宁缺抓准机会想发动偷袭 却被敏锐的严肃清察觉 困兽之斗不足为惧 只见那人亲密一口茶 便准备送宁缺上路 短刀飞来的瞬间 宁缺连忙撑开大黑伞 硕大的伞面挡下飞刀救了他一命 电光火时间 宁缺用尽最后的力量将破刀甩了出去 锋利的刀刃正中严肃清腹部 宁缺最终还是赢了 不靠修为不靠念力 纯靠报仇的决心和不怕死的毅力 深夜的长安城空无一人 却有一个满身是血的少年 酿呛地走在街上 随着血液流失宁缺的意识 也逐渐模糊 兜兜转转 竟然来到了那日的朱雀长街 当天那道黑暗恐怖的威压 至今仍让他和桑桑记忆犹新 而那种感觉又在今天重新出现了 朱雀欲火而生 在城楼之上发出耀眼的红色光芒 紧接着张开双翼飞速 向宁缺袭 朱雀一次次将宁缺重伤后离开 又一次次在他站起身后重新扑杀上来 宁缺躲进连狼 希望以狼柱减缓朱雀的速度 可朱雀周身笼罩的无名之火 能在瞬间消融一切事物 宁缺此举不仅没用 反而进一步激怒了他 果然刚跑出长廊 身后的大鸟就盘旋而至 只见他一次次抓起宁缺摔在地上 反复几次后 失去兴致的朱雀盘旋至万米高空 放任少年自由落体 接着吐出一口足以焚化万物的本命烈焰 宁缺拼尽最后力气撑开大黑散 随后便重重砸在地上 此时的宁缺经脉剧断神情痛苦 朱雀还想进攻 却被眼前的黑散挡住 或许是感知到宁缺命不久已 也或许是感受到黑散寒意的威压 朱雀由于片刻最后选择了放弃 书壁虎砍柴人就躺在夜雨中 羞涌而出的鲜血混着雨水 染红了大片青石板 然而下一秒 石板上的血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殆尽 等宁缺再次醒来 身上的鲜血早已消散于无形 可且没了伤势却依旧严重 宁缺强忍疼痛一瘸一拐地朝书院走去 因为这种时候唯有书院有可能 或者说有能力庇护他 重伤的宁缺躲进书院就输阁 被于连发现时已经气弱犹斯 可碍于不可说的沉默 于连无法出手相救 只能向浩天祈祷 希望他能活下来 另一边 李青山找到师兄颜色 告诉他昨天晚上严肃清被杀 长街朱雀显盛 可颜色却显得格外淡定 仿佛早就料到了这一切 李青山打断了颜色的胡说八道 这世间能让朱雀苏醒的不过寥寥数人 即使他们师兄弟倾尽全力 也未必能让朱雀正眼瞧上一下 圣人留下来的神物 动静之间 自由 对你 岂是你我这种凡夫俗子所能体悟的 师兄 师弟啊 切莫尹一起致死 死亏天地 这可是通天丸 修行者吃了它 可以直接跨境 这要是让大和国国君吃了 说不定 可以换成百上千个厨 西陵不可知之地的通天丸 存世纪少且密布世人 一旦现世便能引发天地动荡 陈皮皮作为官主唯一的儿子 也只得了三颗 他拿出藏好的小资品 脸上露出痛苦犹豫的神情 仿佛那瓶子有千斤重 陈皮皮还在犹豫要不要拿出来给宁缺智商 就被心急的桑桑一把抢过去 服下丹药的瞬间 宁缺仿佛置身花海 体内的汽海雪山在暖阳下融化垮他 继而瞬间重塑铸成新的高峰 天边泛起雨堵白 宁缺刚从美梦中醒来 就看到了面前的胖子 是你救我 准确的来说 是我的通天丸旧了你 作为盗门难得一遇的天才 陈皮皮只靠探知 便参透了宁缺受伤的原因 事情经过更是推理的一字不差 昨天晚上城里死了一个殿尸 庞街上的朱雀会向下 你身上受了这么多处箭伤 却没有留一滴血 伤口又被无形之火烧灭 那就只说你一件事 昨天晚上杀死那个殿尸的人是你 令朱雀大动无名之火的人也是你 唯有一点让陈皮皮想不明白 那就是宁缺气还雪山不透 武力再强也不过是个凡人 毅力都城千年的朱雀 为什么会为一个普通人动怒 死里逃生的宁缺回到老底斋 意外发现自己有了 感知天地元气的能力 万念聚空固收本心 只要集中念力 火焰就会听话地在手中翻覆 虽然这种感知还不强 但至少意味着 它已经打通了气海雪山 短暂的庆祝过后 宁缺迫不及待来到旧书楼 再次翻开了那本气海雪山出炭 曾经的宁缺气海雪山不通 因此每每强行入书都感觉头晕目眩 甚至昏迷不醒 而这一次翻开书页 却再没有了痛苦眩晕的感觉 陈皮皮说的没错 那颗通天王果然有通天之能 哪怕是宁缺这种一窍不通的废柴 竟然也成为了真正的修行者 只是宁缺还不知道 自己究竟修炼到了何种境界 陈皮皮一番感知 很快下了结论 气海雪山十七窍 宁缺只通了十窍 虽然能够修行 但依旧是下下之姿 稍有不慎就会与修行者的身份无缘 但奇怪的是虽然资质平平 但宁缺已经能轻松控制火焰 甚至赌方投资的点数 而只有进入不惑境的修行者 才能凭借念力操控事物 这么看来宁缺已然进入不惑 而不惑以上的修行者 必须以念力感知 寻找自己的本命物 本命物与修行者越相和 日后对境界提升的帮助也就越大 剑师的剑 扶尸的福都是本命物 而对于念师来说 本命物就是他们自己 天地之间一草一木皆有元气 修行者以天地之息为桥 靠精神世界产生念力 再通过念力控制事物 因此与本命物的元气越相和 对修行者的帮助也就越大 最重要的是两者生命息息相关 如果本命物被毁 修行者的性命也无法保全 为了寻找本命物 宁缺回到老笔斋前行寻找 甚至连书院的课都旷了三节 可无论怎么用念力感知 最后都是一无所获 直到他随手挠了挠夜下 厨房里的桑桑却发出了笑声 宁缺不可置信地 对空气弹了个脑瓜崩 桑桑立刻腾的大叫 接着每弹一下 厨房都会传出哀嚎的声音 宁缺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他的本命物就是朝夕相伴的小侍女桑桑 可他思来想去 但还是觉得桑桑不适合做自己的本命物 他宁愿把银子当成本命 也不想把自己的性命和桑桑绑在一起 你要拿这个银子当本命物 我也不拦着你 实际上没见过其他修行者这么干的才能 下个月便是书院的二层楼考核 也是整个人间的盛事 因为只要通过考试 就能成为夫子的清传弟子 到时候全天下的年轻修行者都会前来督城 其中就有燕国皇子龙庆 因为自幼长在西陵神殿 龙庆备受西陵推崇 一度被人称为光明之子 而且年纪轻轻就踏入了知命境界 但即使是这种身份地位的人 也想考入书院二层楼 成为夫子的徒弟 因为夫子代表了这世间最强的战力 能被他选中必定受益匪浅 宁缺对这位龙庆皇子很是忌惮 反复追问陈皮皮知命境界到底有多强 皮皮带宁缺来到书院后山 除夫子以外 这里一共只住了12个人 每一个都是夫子的清传弟子 更是浩天世界公认的天才 宁缺自然也想考入书院二层楼 可他资质低劣还刚刚通窍 根本无力对抗其他竞争者 不说其他未知的高手 仅仅是燕国皇子龙庆 就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男人抬起手臂 整座喜马拉雅山都未知颤抖 巨大的山脉被一道凌冽气息冲垮 浩然剑气顿时奔涌于天地之间 此人头戴高官手持方剑 正是书院二先生君墨 他所修炼的浩然剑气 继承自小时书科浩然 气吞山河磅礴宏大 可谓一箭破万法 陈皮皮故意让宁缺看到这一幕 就是想让他知道 夫子的清传弟子能达到怎样玄妙的境界 书院二层楼的考试即将开启 只要宁缺报考 就有机会成为夫子的第三位弟子 此时的夫子正游历天下 不能清零考场 因此考试题目就交到了君墨手中 开考前一晚 宁缺让陈皮皮为他圈出考试范围 皮皮不敢得罪君墨 只得委婉告诉宁缺 其实二层楼招的并非全是修行天才 夫子最看重的是学生的心性 书院二层楼每年考试千遍万化 但是万遍不离其中 明天不管他怎么考试 首先你要记得 行手本心 同时要把事情做到极致 这样你还有几分机 考试在即 迷茫的宁缺来到书院花海 极力平复着紧张的情绪 却没想到在这遇见了三师姐于莲 奇怪的是 于莲不仅一开口就让她放弃考试 还承诺会为她找一位 不若于柳白的强者为师 南静间隔柳白 乃是浩天公认的第一强者 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世上必然还有强于柳白之人 我以我写字的右手作法 我为你介绍的这位师傅 绝对不若于莲 宁缺沉默了一瞬 紧接着感受到了极大的不甘心 为了讨进书院 她前后做了无数努力 久死一生才从魏城来到这里 如今临门一脚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虽然知道自己不是龙庆的对手 但宁缺还是拒绝了于莲的好力 无论结果如何 她都要自己经历一事 公主殿下 亲王殿下 时辰已到 开始吧 是的 书院二层楼今日开启 只有一人能够通过 今年的考核看似非常简单 谁能第一个登上山顶 拿到大先生挂好的半个条 谁就能登上书院二层楼 成为夫子的第13位清传弟子 临行前 每人会领到一枚烟火 如果中途难以支撑或是想要放弃 只要放出烟火便会有人前去救援 按理说 早一步登山就能早一步到达山顶 但光明之子龙庆天天要等到最后一步 因为他足够自信也足够骄傲 在他眼里 其他修行者不过是陪考的NPC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果然 众人刚上山不久就感到一股强大的威压 仿佛有千斤重弹压在身上 每走一步都痛苦万分 大部队的速度逐渐慢了下来 可龙庆却依旧从容自若 防守挺胸缓步而行 殿下有浩天神灰恩宠 只是登山这一路 难觅对手 实在孤单 书院四先生撒下一把棋子 百里外的登山者立刻痛不欲生 这条路被称作脚下腾 看起来只是几颗小石子 踩上去却如刀割 即将进入之命的龙庆依旧如履平地 宁缺却已经开始手脚并用 甚至不得不勾着身子在地上爬行 他修行资质不高 能走到现在这一步全靠毅力坚持 可真正艰难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书院深处 七师姐提起绣花针 正式开启了云雾大阵 四先生更是将长钉嵌入沙盘 上刀山下火喊莫过于此 哪怕强大如龙庆 也不得不放缓脚步艰难前行 似乎是觉得这场考试还不够精彩 五先生八先生以棋盘为局 落子的瞬间无数巨石从山崖上滑落 狭窄的登山路让众人必无可避 半数考生被砸晕 其他人也纷纷选择了放弃 不多时 整座山上就只剩下了寥寥几个考生 其中一个是靠绝对实力前行的龙庆 另一个则是纯靠硬抗的宁缺 只是宁缺被云雾大阵困住 无论怎么走都是在原地打转 而龙庆却一马当先来到了山巅柴门 柴门上有一幕牌 上面写着君子布 这是夫子亲手留下的考验 龙庆笑而不语 抬手补拳君子不争 门牌便音声掉落 可柴门后的世界 却让他感觉浑身冰冷如坠冰枯 眼前的每一集台阶都代表曾活过的一天 走完这4102集 就相当于在极短的时间里重演人生 在幻境中重新活过一次 而人最难对抗的就是自己的心魔 龙庆童年的悲惨境遇 是他一生之痛 哪怕夜深无人之时都不敢回忆 更何况要在面前重演一遍 另一遍 宁缺也终于跌跌撞撞来到了柴门前 柴门前的石头上写着君子不弃 这便是夫子留给宁缺的答案 可是石头上的自飞动玄上镜不能记 以宁缺不惑的修为根本无法记住答案 他一次次默念那个字 可一到柴门前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明明只有短短几步路 可无论如何就是记不住那个字 虽然境界不够但凡人自有凡人的解法 宁缺不惜把那个字印在手心 接着咬破手指 一笔一画地写出了一个弃字 宁缺过了柴门 怎么可能 书院二层楼的考试已经来到最后一关 夫子将亲自决定弟子人选 而龙庆和宁缺还被困在柴门后的幻境之中 二人皆有着不幸的童年 穿过幻境急事对抗心魔 将军府被灭门时的恐惧无助 带着桑桑一路逃亡的颠沛流离 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铺天盖地朝宁缺起来 等他爬到山巅时 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所有力气 最后和龙庆一起晕倒在地 二人再次醒来时见到了三师姐于莲 按照于莲所说 谁能拿到大师兄的水瓢 谁就能成为夫子的清传弟子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因为比问道更难的是问心 龙庆的视线逐渐被云雾阻挡 恍惚中似乎来到了西陵神殿 夫子的声音悠悠传来 你可曾想过自己是错的 若无数人因你而死 你仍然方宁 为了维护所谓的耗天正道 龙庆可以毫无负担地杀死所有人 无论是他最爱的女人 还是修道路上一直静养畏惧的夜红鱼 直到龙庆低头发现自己的胸口空了一个大洞 他已经没有心了 没有心自然也就不会恐惧 他满口光明正道 大步踏过夜红鱼的尸体 死去的父亲爱人和敌人 都无法让他感到任何一丝恐惧 直到象征浩天意志的光明神官出现 龙庆自大自负 以为坚守道心信奉光明就能克服心魔 凭除外界一切阻碍 殊不知害怕被光明抛弃就是他最大的心魔 另一边 命缺也迎来了自己的考验 永夜将至 夫子要他在光明和黑暗中做出选择 可命缺却说自己身在黑暗心向光明 从小到大 我都是这么选的 这不代表我是错的 就算你认为我是错的 我也不在乎 因为你的想法 管我屁事 夫子满意点头 将凝缺送入了下一个幻境 桑桑一袭粉裙站在大黑散下 问凝缺如果再选一次 是否还会站在这里 凝缺一眼就看出眼前的人不是桑桑 因为桑桑永远不会逼他做出选择 更不会质疑他做出的决定 为什么 凝缺从不向我回答 我也永远不会想桑桑回答 你是谁 宁缺成功冲破幻境 拿到了大师兄挂在树上的条 而龙庆却被他所信仰的光明困住 只能眼睁睁看着宁缺成为夫子的清传弟子 宁缺成为夫子第十三位清传弟子 却把颜色气得不轻 作为浩天道南门供奉 世上最伟大的神福师 颜色唯一的遗憾就是无人继承一波 那日宁缺在他滩前写下一个人字 颜色就知道这小子可干大任 可惜宁缺的气海雪山一窍不通 根本无法成为神福师 颜色多次确认后才不得不作罢 谁知一场意外 竟然让宁缺打通了气海雪山 得知消息的颜色大喜不望 浩天道南门的神福树实力强劲 却需要极高的天赋 而宁缺就是传说中万里挑一的神福师 两人来到宁缺的老笔斋 看着满墙龙飞凤舞的字帖 颜色的把握又多了一分 如果再能看到宁缺对笔墨的贪婪之意 就能有实诚的把握 活诗越看墙上的字月眼熟 似乎和皇宫中的内腹有一曲同工之处 原来朝小树关于入之命那日 宁缺也来到了宫中 看到桌上的愉悦此时海 便随手写下一句花开彼岸天 唐王日日把这幅字摆在岸上 苦苦寻找着写字的人 却没想此人竟然就是宁缺 看到桌上的五个大字 颜色兴奋的眼睛都直了 看到即可了吗 即可 太即可了 我都能看到了 想再写这幅字的事 我都能八百年 没吃到鸡肉的狐狸 实诚 实诚 国师总算找到了写花开铁的人 也为师兄寻得了辅导传人 说什么都得把宁缺找回来 颜色大师更是决定亲自前往书院要人 虽然宁缺正在参加书院二层楼的考试 但有洞悬巅峰的龙庆在 国师笃定宁缺不可能赢下比赛 对了 师兄 你拿着我的这个令台 要是有人敢捅蓝 直接开场 甚至不惜 动用我南门的名义 怎么着 谁变着 包括书院 当然了 一旁的弟子连忙提醒 不能直接和书院抢人 可颜色等这个传人已经等了整整八十年 浩天到南门的后续希望全息于宁缺一身 谁敢阻拦颜色就和谁拼命 只是没想到一上来就是地狱难度 光天化日就要和夫子抢徒弟 我觉得他不适合进二层楼 他更适合做我的徒弟 您是说我宁缺有等神福师的权制 是又怎么样 是我先看重的 颜色活了一辈子 就找着这么一个有前置的神福师 他小之以情动之以理 讲起了传承的艰辛 谁知书院得知宁缺的天赋 反而更不想放他走了 无耻 向师叔学习 你是夫子亲传弟子当中最骄傲的一个 但是老夫年纪比你了 不想和你动手 但是宁缺我一定要带走 想打架 不用找这么多借口 好 那就用了 我来看看二先生的实力吧 颜色那天地元气入伏双臂晴天 一出手就是最强绝学锦字符 巨大的符翼笼罩天空 似乎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可君墨只是缓缓拔出长剑 接着单手持剑朝天 头顶的锦字符便瞬间被浩然剑气冲散 锦字符是困不住我 颜色察觉形式不妙连忙收手 然而君墨也没有为难他的意思 虽然宁缺已经成了书院的十三先生 但依照夫子的意思 书院同意宁缺拜颜色为师学习神符 只是不能加入浩天到南门 这样也算是让神符师后继有人 文言颜色满意点头 感慨夫子的气度让他自愧不如 另一边 宁缺还沉浸在考入书院的喜悦中 遇到颜色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 颜色盯着这个自己等了八十年的弟子 怎么看怎么满意 明天就祭南门吧 宁缺当同意拜颜色为师 就得到了皇上的传账 他身为修道废柴 却打败动玄上境的龙庆皇子考入书院 这件事已经传遍了天下 世人皆想看看 这个书院十三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 当今的圣上当然也不例外 而且对唐王来说 还有个问题更为重要 老奴带陛下问你一个问题 林公公请讲 陛下问花开彼岸天的前一句是什么 愉悦此事还 你真是那位花开帖的作者 宁缺第一次面圣 有些拘谨的向唐王行礼 可没想到身为一国君主的皇帝 竟然一点架子都没有 甚至还和宁缺以兄弟相称 朕当年一直希望能够成为夫子的亲传弟子 可是他老人家却安排我继承王位 因为没能进入书院 所以唐王一直对夫子的弟子十分亲切 将他们视为守护兄弟 更何况宁缺还写下了明洞京城的花开帖 那是唐王苦思冥想多年 多位街上的下半句也是他一直想要达到的境界 宁缺觉得唐王倍感亲切 一度想问当年将军府的事 可夫子曾立下过规矩 书院弟子不得参政 这样一来他便无法重提当年那起冤案 只能等待时机静观其变 宁缺刚刚成为夫子第十三位清传弟子 又被浩天道南门颜色收为守护 可没想到竟然在最春风得意时 遭遇了西陵的绑架 王爷和夏侯怀疑宁缺是当年将军府的幸存者 于是联合西陵决定先下手为强 多年前光明大神官曾做出过预言 冥王之子降世世间将再次迎来永夜 而传说中的冥王之子 正是如今的书院十三先生宁缺 为了光明正道 浩天永存 西陵守门人决心一定要杀死宁缺 唐国的街道上 宁缺只听到阵阵铃声 紧接着就感觉天玄地转失去了意识 得知爱徒失踪 颜色大师比任何人都着急 好在最后凭着胭脂上的一里气息 找到了宁缺的踪迹 再晚一步宁缺都难门活下去 汉尾光明 我今天必须杀死他 今天必须死 颜色画出锦字符挡在身前 西陵守门人也祭出大招 幻化出无数柄凌裂的飞剑 颜色的天地元气至纯至真 锦字符更是世上第一等的神符 无论飞剑如何刺探 都无法对神符造成任何伤害 谁知守门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而来 甚至不惜耗尽全部修为释放念力 一时间竟让颜色也觉得难以招架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颜色加强服役弹飞了守门人的剑 谁知男人竟重新抓住了那把剑 趁颜色不被飞速向他袭去 电光火石之间 固有一把利剑从虚空中闪现 竟直贯穿了守门人的身体 怎么回事 我没碰你 而且是书院出手了 救下宁缺的颜色 第一时间让他给自己行拜师礼 拜过师后宁缺便能正式开始休息神 按照颜色和书院的协议 宁缺双日在书院修行 单日则回到南门学习服术 颜色告诉宁缺 所谓服术看似高深莫测 其实只是一笔一画 越是简单才越能洞察人心 苍海桑天极度沧桑 服术就是一片银啊 哎呀 这以后你就会明白 不用你 徒儿现在教识 服道啊 最难的 是他最终实现的那一笔 靠的是天赋 而只有极少数人 能有这么好运气 如果说修道是弹一首 能让天地听懂的曲子 以此感召天地元气 那么服道就是一曲能吟唱的词牌 感召天地元气的同时 还能够表达服师的个人意志 也就是说服师所画出的符 一定是来自于他的内心 有的人十天就能画出第一张符 而有的人十年八载也悟不出道理 因此能够修道的人很多 能成为服师的却极少 少到颜色八十年来 只找到宁缺一个传人 颜色手把手带宁缺画符 教他控制茶水的浮动 希望以这种方式 加快他对福道的感悟速度 可惜的是宁缺气 还雪山只通了石窍 对念力的感知十分薄弱 为了让爱图能感知到 天地元气的流淌痕迹 颜色带他走遍了唐伯的大街小巷 感受历史痕迹的同时 领略人文风貌 颜色把毕生所学倾囊相受 每至一处宁缺的领悟 便能更多一分 不知不觉间 两人来到了朱雀天街 可宁缺却对城楼上的雕像十分畏惧 站在原地久久不敢上前 颜色让宁缺闭上眼睛感受当下 可宁缺一闭眼 脑子里就全是那天晚上的恐怖场景 浑身烈焰的朱雀对他穷追不舍 那双火红的毛子更是让他冷汗直流 千年之前大唐都城落成于此 从那时起便有了这道朱雀神符 不夸张地说 这是大唐最重要的一张符 也是决定唐国生死存亡的一张符 戏灵突然传来消息 魏光明逃出幽阁 圣洁的浩天神灰洒落九天 刺眼的强光笼罩下 老者的身形仿若无数浮动的例子 只见老者缓步走到幽阁边缘 干枯的手指轻轻一点 掌交的繁龙大阵立刻化为积粉 光明冲破黑暗笼罩西陵上下 整座桃山都为之颤抖 与此同时 神座之上的西陵长教也遭到反噬 一时间头痛欲裂生不如死 象征地位的黄金炼具跌落在地 洒满了鲜血 让夫子感慨的老者 正是西陵曾经的光明大神官魏光明 15年前他曾预言永夜将至 冥王之子诞生于唐国都城 于是逼着下喉图的灵府满门 把唐国搅得腥风血雨 谁知灵家灭门后 永夜依旧没有停止 为平息世人怒火 掌教祭出繁龙大阵 将他困于幽阁之中 作为曾经越武镜的强者 就算境界被灌主和掌教联手压制 他还是察觉到了朱雀的苏醒 这就意味着冥王之子还在人间 魏光明重新将境界提到知命巅峰 只为破开牢笼前往唐国 亲手杀死冥王之子 阻止永夜的到来 年迈的魏光明来到唐国都城前 镇守大唐千年的朱雀 立刻感知到了危险 颜色手中的棋子也音声掉落 朱雀动了 他来了 他在哪 魏光明之身立于朱雀长街 只是一个眼神 便把杀意凌然的朱雀吓退了回去 唐国的都城实则是一座大镇 而朱雀便是这精神镇的核心 可现在就连朱雀都拿魏光明无可奈何 国师试图禀告陛下派羽灵军拦截 但即使是五十万羽灵军一起上阵 都不够魏光明杀上一炷香 大师兄李漫漫担心都城安全 提出结束游历返回书院 可夫子却表示 想回书院就必须先找到屠夫和酒屠 他们是经历过两个永夜的人 只有亲身经历 才能知晓如何阻止永夜降临 换句话说 魏光明从一开始就选错了路 因为他处心积虑十五年 只想找到冥王之子 而不去探究背后的原因 为师看来冥王之子就是个屁 魏光明自以为聪明绝顶 但却执迷于此 竟是比我的老黄还笨 此时此刻 这个老头已然进了唐国都城 拼命搜索着冥王之子的气息 而浩天道门 也在寻找着魏光明的踪迹 国师甚至不惜以寿命作为代价 用棋盘窥探天机 魏光明一道 唐国必乱 身为唐国故事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是可能做梦也想不到 此时的魏光明混得像个老乞丐 漫无目的在街上游荡 好不容易搞了点吃的 还被人撞翻撒了一壁 好在有人看他可怜 送上了一碗面条 而这人正是宁缺的小侍女桑桑 魏光明看着桑桑远去的背影 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暖 而紧接着则是极大的震惊 他虽然没有找到冥王之子 却找到了浩天的传人光明之子 魏光明心潮澎湃 一路尾随桑桑回了老笔斋 你是一直跟着我呢吗 你相信机缘吗 嗯 桑桑被老头吓得不轻 脸上陪着笑 心里却大骂遇到神经病了 魏光明健壮也不恼 而是直接睡在了老笔斋门口 善良的桑桑终究还是没忍住 给他拿了一床被子带上 可还没等暖和起来 唐国国师就找上了门 黑暗在哪里 自有浩天净化 你何必要逾越神秘 你机缘太好 权势太少 精力却太少 魏光明一挥手 便解决了眼前的麻烦 一转头就进了老笔斋 而国师却还在站在原地 半天没反应过来 天穷之下 我终于知道这些坏的意思了 找到光明之子的魏光明 直接赖在了老笔斋里 一边帮桑桑干活 一边见缝插针 向他传授人生道理 从人生天地谈到哲学传承 你是想找个老婆生孩子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魏光明有嘴说不清 只能摊牌其实是 自己享受桑桑为徒 可桑桑却根本看不起他 毕竟现在的魏光明 连碗面都吃不起 可能还真不如 夫子的黄牛过得滋润 在魏光明的软磨硬泡下 桑桑终于敷衍 同意学习浩天神术 毕竟这玩意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领悟的 想着随便糊弄一下 这个老疯子也好 因为哪怕是身为 光明使者的魏光明 感知浩天神灰也花了整整十年 谁知桑桑刚伸出手 指尖便充盈起极为纯正的神灰 魏光明健壮 直接老泪纵横 光明不灭 浩天永存 夫子 连您也看不到未来 我连这道天都看不明白 哪里还会能看到什么未来 如果我什么都知道 哪里还会像个 丧家之犬般 惶惶不可终于 即使是无所不能的夫子 也无法看透浩天 因为这是浩天的世界 万事万物皆是天的意志 可强如夫子 必然是要与天一战的 为了阻止永夜降临 夫子带着李漫漫四处云游 想要找到九徒和屠夫 二人皆是千年以上的大修行者 也是维尔从上一个永夜活下来的人 只有他们才知道永夜的破解之法 可师徒寻遍千山万水 却始终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夫子 接下来咱们去哪 你两个老朋友不见踪影 正好战时难下 那往哪去 天起山 另一边 颜色四处寻找着魏光明的踪迹 却没想到 竟然在马车上偶遇了他和桑桑 这些天来 魏光明一直住在老笔斋 他收桑桑为徒 教他感悟浩天神辉 有了光明之女做自己的传人 寻找明王之子的事 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可不知情的颜色大师 却担心魏光明会对宁缺不利 为了保护自己唯一的徒儿 他必须好好会议会这个光明大神官 南门子弟 将魏光明团团围住 常见从四面八方而来 却迟迟没有落在老者头上 魏光明只是一闭眼 就将众人定在了原地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魏光明早就没了踪迹 作为光明大神官 他的浩天神辉 即是无所不在的阳光 人们能感知阳光 却永远无法看清光 更别说想把光困住 颜色自知会和魏光明有一场大战 可心中却没有十足的把握 因此他找到唐王 交出了精神阵的镇眼处 万一自己出现意外 就由唐王把他传给徒弟命缺 指定命缺成为下一任精神阵的守护者 第二天一早 颜色就来到了老笔斋 师兄师弟多年未见 一开口却都是毫不客气 两人彼此试探后 对座到了棋盘前 颜色却为光明放下执念 好好安度晚年 可为光明却不愿就此放弃 两人同时按住一颗白子 汹涌的念力 立刻在老笔斋中横冲直撞 二人虽为师兄弟 可身分不同立场不同 谁也不愿意让步 直到棋盘碎裂也没能奋出胜负 可没想到桑桑的一句师父 就直接化解了二人间的杀意 得知为光明收桑桑为徒 颜色立即喜笑颜开 他这才明白 原来为光明留在老笔斋是为了桑桑 而不是想对宁缺不利 误会解除后 二人终于能坦然对坐 可嘴上却依旧针锋相对 魏光明虽然被桑桑绊住了脚步 但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冥王之子 即使被困幽阁十五年 他也丝毫不后悔当年做出的决定 两个老头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决定第二天来一场生死大战 一个是举世无双的光明大神官 一个是可吹呼拉朽的伟大的神服师 谁赢谁输 确实是个难题 西林光明大神官迎战世间第一神服师颜色 两人皆是致命巅峰的高手 又是曾经的同门师兄弟 这场决战就连夫子也无法预知结果 高手间的对决 战得先机险的尤为重要 两个老无奈斗了一辈子 自然谁也不肯让谁 最后只能用最公平的猜拳决定 颜色伸出右拳 满地山石立刻拔地而起直冲天际 魏光明站在石阵下平静异常 伸出五指高举过头顶 漫天时雨瞬间化为灰飞 颜色时刻不忘流氓二字 就连这种生死关头 也要藏个小狮子搞偷袭 颜色自知里亏 于是让魏光明掀手 只见魏光明挥舞双臂 蓄力朝天一指 纯正的浩天神灰瞬间笼罩苍穹 颜色双手结印 祭出一道青绿色的雨符 神符升腾而上 与魏光明的浩天神灰交织 两股力量激烈碰撞 最后化作一道绚丽的彩虹 魏光明继续出手 一段老年广场舞结束 光明神灰直冲向天和太阳间并肩 颜色则再次祭出雨符 这一次 两股力量依旧势均力敌 冷热对撞间融合交织 最终化成漫天飞雪纷纷而下 见寻常的符咒无法战胜未光明 颜色终于化出了看家绝学锦字符 锦者横竖接二眼 颜色大师双手高举 将锦字符送至九天之上 强大的福意横根天地 竟让整个世界都陷入了黑暗 可一生捍卫光明的人 又怎会惧怕黑暗 光明 自卑而冷漠 温柔而强大 他普照世间 他无处不在 两股强大的念力在空中激荡 磅礴的光辉和横根天地的浮衣 幻化成漫天流 点亮了整片天空 绚立夺目如梦似幻 然而极致的美丽一是极致的恐怖 看似平静的对决之间 两位老者已经双双跨过了五境 人间的过去与未来 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我还拿了一套鞋色为了老 起于荒原之北 为光明看向一旁的桑桑 此刻的他已经知晓了整个世界的答案 也看到了浩天为他们安排的宿命 光明即是黑暗 黑暗即是光明 他寻找冥王之子十五年 不过是一场笑话 我们都错了 那也都对了 来什么对错 是我们都误了 月五境的凡人终究还是凡人 而只要是人就无法逃脱浩天的安排 两人参破一切 对这世间已经在无留恋 耀眼的光柱直冲营销 将二人带到了天国之上的世界 肉体凡胎则化为灰烬涌流于世 伴随着二人消失 光明再次笼罩天空 两位月五境的高手 就这样完成了人生的羡慕 你知道吗 唐国的都城其实是一座大镇 皇宫的镇下方 埋藏着大镇的镇书 镇书沿着朱雀天阶延续到朱雀南门 再由城墙发散出去 最后通过内城外城的所有镇眼回还 只需镇眼一开 浩大的符咒便会显露出来 成为世间最坚不可摧的神镇精神大镇 无论是后来天下无敌的只守观观主 还是修行千年的九徒屠夫 这些月五境的顶级高手 没有一人敢轻易靠近 而颜色作为当今世间最伟大的神福师 自然也是这第一大镇的守护者 宁缺被颜色的画下的不轻 到现在为止 他连一道符都没画出来过 怎么做精神镇的守护人 殊不知这正是精神镇的独特之处 因为是精神镇选择守护者 而不是守护者选择精神镇 所以衡量标准在于神镇自身 当然不能以正常人的眼光去判断 总之 哪天我要死翘翘了 你就是这个精神镇的主人 宁缺休息两个月还没画出第一道符 几乎已经心灰意冷 可颜色却坚信他在福道上的天资 甚至相信自己的爱徒 能画出世界上最伟大的神福 宁缺倍感压力山大 每日修福修道走火入魔 最后直接自暴自弃想要加入魔宗 文言陈皮皮立即警告他 魔宗一向为事所不容 如果宁缺再敢提起 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可宁缺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 认为大家同在好天之下 既然魔宗能存在 那就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老笔斋中 宁缺看着窗外落雨若有所思 他闭上眼感受雨似的流动和气息 竟然就这样轻而易举的 画出了人生的第一道符 宁缺尚你画出了人生的第一道符 宁缺尚你画出了人生的第一道符 宁缺尚未进入洞玄 却能以服务道 名字更是出现在了日子卷天书上 好天世界共有七卷天书 作为西陵的无上之宝 一直保存在只手冠中 这是道门和浩天达成的协议 能登上天书的人 必然是浩天世界数一数二的人物 宁缺考入书院 不仅成了夫子的清传弟子 还被颜色选为浩天道神父师的传人 放眼整个世间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是宁缺的实力 远远比不上他的身份 当日二师兄一剑斩雪山 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震撼 于是宁缺刚进后山 就吵着要向君墨学习浩然剑 可他的气海雪山只通了石窍 浩然剑气的精髓一点没领悟 丢人现眼的事情倒是做了不少 甚至一度搞得整个书院都没法进行修行 夫子不在家 十二位师兄师姐只能连夜开会 最终达成一致共识 只要小师弟不练浩然剑 想摘天上的星星都行 好在宁缺很快就领悟了福道之术 以福入道步入了修行正果 这才让书院的众师兄松了一口气 然而宁缺一招得到 竟然直接已不获境 进入了日字卷天书 得知此事的西陵神殿如临大帝 裁决大神官更是直接下令除掉宁缺 与此同时 北方的荒人也开始蠢蠢欲动 荒人因为信奉魔宗 被划分为明王一派 为世人所不容 多年来一直躲在极北荒原之地 自诩为光明使者的西陵 不允许他们踏入浩天的领地 一旦南迁就会遭到残忍的驱逐 而如今永夜将至 荒人如果继续停留在原地 就会被无尽的黑暗吞噬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南下 得知消息的西陵神殿 立刻召集兵马讨伐荒人 千百年来 光明和黑暗的斗争 从来没有停歇过 现在是时候做得了断了 荒人带着必死的决心 一路杀进了金帐王亭 而令西陵心惊的是 丢失的天书名字卷 竟然也现身于荒原 七本天书分别为 日字卷落字卷杀字卷 名字卷天字卷道字卷和开字卷 取字里白的诗 日落沙明天道开 波瑶时洞水迎回 其中唯有天书名字卷 一直下落不明 如今 天玉大神官感知到名字卷在荒原 于是第一时间派龙庆前往寻找 另一边 唐王也收到了西陵的消息 决定派出书院弟子前往荒原 一来能表明唐国的态度 二来也能让书院弟子得到历练 而书院中唯一需要历练的人 也就只有宁缺了 说起江夜的朱沙智和白月光 那必然逃不开西陵夜红鱼 和莫持月莫杉杉 二人皆为天下三吃之一 实力也都在动玄境之上 许多人心中的朱沙智夜红鱼 有着西陵乃至天下最美的容颜 可他却最新修道不问俗事 被世人称为道吃 身为西陵神殿才绝思大思作 此次他受长教之命前往荒原 寻找天书名字卷 而作为殊胜徒弟的莫杉杉 是当之无愧的白月光 他是大和伯墨池院的山主 更是当今世上最年轻的神符师 被天下人称为书吃 三岁开悟 刚入洞悬便能写出半道神符 而这等的福道天才 如今却整日临摹宁缺的鸡汤铁 莫杉杉对宁缺的字亲爱有加 很想亲眼看看这个写出字帖的人 而这种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永夜将至 荒人举兵南下 名字卷天书更是现身荒原 莫杉杉的师父教给他一张地图 此图为莫池院开山鼻祖所留 上面记载着魔宗山门的位置 莫杉杉此去荒原 便是要完成师父的任务 找到传说中的名字简天书 一件西陵天书 让整个好天世界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荒原不毛之地 就连月轮国天秦宗的群衣小宝贝 和南境间隔的剑圣柳白都蠢蠢欲动 尊分派出最强的修行者前往荒原 而唐国这边派出的 却只是区区不惑境的宁缺 一夜之间 宁缺成了树苑最弱的天下行走 颜色叮嘱爱图 一定要小心身边的人 为了找到名字卷天书 各个宗派一定会不择手段 因为名字卷中记载了魔宗的秘法 更带着浩天传递给人间的意志 总之 这卷天书绝对不论落入心怀叵测的人手上 你这次一定要找到他 带回来 而且悄声无息的 而且要抢在西陵 月轮 南境 这网人之前 你知道吗 颜色给了宁缺一道符 让他在最危机的时候打开 此去荒原凶险万分 师徒俩眼含热泪 互相拥抱道别 可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一辈子 书院后山中 二师兄君末和三师姐于莲 也在为小师弟的示范畴 此次的宗派高手都会齐聚荒原 而宁缺的实力有限 别说拿到名字卷 就连平安返回都不是一事 为此 于莲送了他一枚玉班纸 让他一进荒原就务必带上 但出了荒原就必须要摘下 关键时刻 这枚班只能保住他的命 其他师兄师姐 也纷纷送上保命的药 或者蕴藏念力的法宝 可二师兄君末 却只送了宁缺一个问题 浩浩荡荡 横无济涯 直冲天穷 好不快赞 是为何物 大便 二师兄欲言又止 只让宁缺在荒原好好磨砺 回来之后再给他答案 最后分别的时候 就连桑桑也将自己的大黑伞交给了宁缺 就这样宁缺一个初级小号 带着一身满级装备离开了新手村 前路生死未捕却又飞去不可 荒原雪山中 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 正缓缓退去衣物 草丛中的宁缺嘴角一歪 不仅丝毫没有回避的意思 还越看越起劲 不料女子很快就发现了宁缺 她慌忙穿好外衣 接着祭出一道神服 直接把这个臭流氓打飞了出去 大胆贼人 拿下 被宁缺看到的女子 正是舒适莫杉杉 她是大和国墨池院山主 此次前来荒原 名义上是受西林之命 代表大和国讨伐荒人 实际上是来寻找 天书名字卷的踪迹 可没想到刚来荒原第一天 就发生了这种事 宁缺说出自己是唐人后 侍女们终于放下了手中的剑 而得知墨姗姗身份的宁缺 先是愣了一秒 接着连忙鞠躬道歉 墨姑娘 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相信你 你叫什么女子 宁缺自知丢人 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名 钟大剧 第二日 各宗派齐聚西林 命缺不想过早暴露自己的身份 因此谎称自己是书院的 普通弟子中大剧 军情商讨会上 出席的皆是个宗派代表 命缺先后见到了西林首领罗克迪 越伦国白塔曲尼 南境间隔大剑师 最后便是他朝思暮想的 墨池院山主墨姗姗 罗克迪代表西林主持会议 表示无论大家抱着和瞩目的而来 都必须齐心协力对抗魔宗 而如今燕国筹集到了一批粮草 急需有人带队把他们送往前线 越伦国的曲尼大师 因为营地问题和墨池院起过冲突 他故意提出 让权势女子的墨池院前去 可墨姗姗还没来得及拒绝 罗克迪就表示双手赞同 不仅强迫墨池院押送粮草 还要求他们签下军令状 无论来回途中出现什么问题 都由墨姗姗全权负责 面对此等霸王条款 墨姗姗却无力反抗 因为墨池院是领受西林的预订而来 必须遵守西林的命令 书院第一时间站出来解围 表示可以派出弟子和墨池院同学 谁知娶你一脸不乐意 墨山主 动权上境的修行者 你根本就不需要你们书院的相助 若你们真有诚意 就派出十三先生 不过我听说呀 这位十三先生啊 也就刚刚踏入修行界的新人了 众人闻言 立刻笑成一片 纷纷议论书院十三先生 其实是个没本事的闹肿 就连金情研讨也不敢出面 宁缺越听嘴越歪 没想到自己在外人眼里 竟是如此不堪 宁缺对荒原的地形十分熟悉 又有和马贼交战的经验 因此自告奋勇 提出可以作为向导和墨池院同行 只不过他现在的身份 不是书院十三先生 而是小弟子钟大俊 另一边 荒人三长老连夜赶赴大唐 只未见一面大唐王后 原来王后夏天竟是魔宗圣女 当年魔宗连生派人刺杀各国国主 可夏天却在阴差阳错下 爱上了当今的唐王 不仅没有完成暗杀任务 还一步步坐上了王后的宝座 三长老指责他贪慕荣华富贵 却还是不得不求他劝说唐王 让唐国给荒人留一条生路 宁缺和墨山山同行 却没想刚出发不久就遇上马贼 自从宁缺的名字登上日字卷天书 西陵便如临大敌 时刻想要干掉他以处后患 夏侯更是直接派出杀手要取宁缺手机 没想到西陵对此还不满意 大将军 掌教的意思是 杀宁缺这件事 还请大将军亲自出马 我不是你们西陵养的狗 你们掌教 凭什么命令我 西陵以夏侯的身份做威胁 命令他亲自了结宁缺 世间少有人知 夏侯的恩师其实是魔宗连生 连生学冠三宗 是这世上少有的大修行者 夏侯想要再生一个境界步入五道巅峰 就必须获得他的帮助 世人皆以为连生三十二 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但根据西陵掌握的消息 此人现在很可能还在魔宗山门中 就算为了自己的修行之路 夏侯也必须去一趟荒原 与此同时 宁缺也遇到了夏侯派出的杀手 对方虽然伪装成马贼 但行军布阵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宁缺射出原十三剑 在符文的加持下 前排的马贼瞬间被震得人仰马翻 眼看马贼越来越近 命缺眼神坚定拔出坡刀 带着墨池院弟子正面迎敌 作为疏壁狐的坎柴人 命缺杀马贼可谓是得心应手 刀锋锁过之处很快就将贼人尽数斩落 墨珊珊也凭着一身动悬上镜的修为 给了马贼极大的震慑 可每次杀完一波 就又会有新的人马涌上来 虽然墨珊珊以服务剑一人可抵千军 但修行者的念力毕竟是有限的 如果一直车轮战 总会有撑不住的时候 两人很快就意识到 他们面对的绝不是普通的马贼 而且对方的首领 应该也是一位念力强大的大修行者 感受到情况不妙 墨珊珊连忙跃至空中 用剑锋画出求救符 大本营中西林罗克迪收到求救符 却被身旁的曲妮小宝贝瞬间毁掉 记仇的曲妮拿出一串天晴至宝 以此贿赂罗克迪让他无需出兵救援 见西林迟迟不出兵增援 马贼首领抓住时机迅速出手 目标明确直奔宁缺而去 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 宁缺竟然真和大修行者打得有来有回 可对方总能精确地躲开他的攻击 甚至是提前预判他的招式 似乎是特地了解过什么 宁缺终于反应过来 对方的目标根本就不是粮草而是自己 宁缺转变战术 以破刀挑下对方面仗 这才终于看清了马贼首领的长相 此人正是夏侯手下的大将凌凌 当年便是他带人屠杀将军府 造就了宁缺一生的梦眠 原来是你 漏网之鱼 即日你难逃已死 面对昔日的灭门仇人 宁缺以念力注入破刀 激活刀上的符文 烈火裹挟着利刃 向凌凌头上砍去 猛烈的天地元气 瞬间粉碎了坚硬的钢盾 凌凌甩了甩被震麻的手臂 脸上浮现出一丝讥讽的笑容 下一秒 巨大的威压就将临到宁缺头上 直压得他双膝跪地站不起来 原来此人竟是洞悬上镜的大念师 见宁缺毫无还手之力 凌凌举举起长刀便要取他手机 关键时刻 一名墨池院弟子突然冲出来 为宁缺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此人是墨珊珊最好的闺蜜 却不曾想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葬身荒原 你比我想象的要强大 但是 你依然会死 见男人再次提到 墨珊珊立即出手 耗镜全部念力化出了半道不定符 无形的符纹从命缺的背后注入 身上的威压瞬间被解除 与此同时巨大的反作用力 将铃铃弹开数十米远 命缺立刻抓住机会 举起坡刀狠狠反击 利刃划过对方的腹部 紧接着是面门正中 男人身受重伤无力再战 甩出配刀便仓皇逃命 马贼的危机暂时解除 但墨珊珊的闺蜜却死在了荒原 他发誓 一定要为死去的墨池院弟子报仇 但此次战役 消耗了他太多念力 整个人面色苍白摇摇欲坠 只能暂时原地休整 改日再返回西陵大本营 命缺前来探望墨珊珊 这才发现他一直临摹的字帖 竟然是自己写的鸡汤贴 墨珊珊作为书吃 一直爱慕写出磁帖的人 于是打探十三先生是怎样的人 命缺想着墨珊珊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于是故意贬低十三先生 说他的自有形无神 还不如地里的萝卜 想来人品应该更是差劲 只把墨珊珊气得脸色发白 哎 当时真不该报受重大政治 若珊珊知道那个写鸡汤贴的人就是我 那 几日后 一行人终于完成了押送粮草的任务 荒原也与联军达成了和谈 于是西陵再次召集个宗派 商议下一步的对策 谁知取逆竟然恶人先告状 控诉墨珊珊没能保护好押送队伍 让护送粮草的人死伤惨重 悲愤交加的珊珊毫不退让 大骂罗克迪和屈妮是一对骗子 他明明已经发射了求救信号 却并没有得到西陵增援 罗克迪拿了屈妮的贿赂 于是一口咬死 说自己没有接到求救的神符 墨珊珊让罗克迪摘下手套 发现他手上 果然有墨池院神符留下的墨痕 铁证如山本应该无力辩驳 可屈妮却仗着一把年纪当场发疯 贼账陷害 我偏死 要要维护正大的轻疑 屈妮绝对是整部剧最疯的人 不仅随时随地撒泼打滚 现在竟然还想来教训夫子 就在刚刚 他以老迈老欺负墨珊珊 逼得堂堂墨池院山主要和他歌掌一决生死 关键时刻宁缺出手拦下珊珊 张口大骂屈妮是疯老太婆 作为月轮伯伯主的姐姐 屈妮一向地位崇高 从没有人敢忤逆他半句 宁缺一席话算是把他给得罪透了 屈妮以为这个小君子只是普通书院弟子 大喊要替他师父好好教训他一番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唐国书院的十三先生 你是颜色大师唯一的传人 宁缺 宁缺是夫子的第十三位清传弟子 更是颜色大师唯一的传人 而颜色大师乃是西陵神官 一向和西陵三思平起平坐 宁缺作为两人共同的弟子 地位自然不容小觑 先前你问我老师是谁 说要带我老师教训 现如今你知道我的老师是谁 却还要教训他一人 按背费算 你这个老太婆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你既然想教训我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掌幼尊卑 你说你要去问夫子 夫子是你这种想见变能见的 你想教训夫子 难道你想欺世灭族 听到夫子的大名 屈妮的腿得下软了 西陵神官连忙出来打圆场 重重处罚了首领罗克迪 但屈妮毕竟身份尊贵 没人敢拿他怎么样 但他自己倒是气得发疯 大骂夫子是老糊涂 好女主 逛到老浮屠上来了 疯婆子被夫子隔空敲晕 直挺挺地抬了下去 宁缺总算是为珊珊出了口气 细灵意识会不欢而散 而莫珊珊也终于知道了宁缺的真实身份 舒持莫珊珊一直临摹宁缺的鸡汤铁 对这位十三先生满怀爱慕 可如今得知宁缺的真实身份 却生出了几分敬相亲切的感觉 当天晚上宁缺来找珊珊道歉 珊珊却提笔让他写一幅字 看见宁缺写字的样子 珊珊的眼神显得愈发温柔 两人之间的气氛也越来越暧昧 她什么时候才会为我写上一张小便签呢 希望早早能够喜欢她 在美好的时光 也终于结束的时候 第二天一早两人就将迎来分别 因为宁缺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便是找到天书名字卷 但巧的是墨珊珊也接到了同样的任务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一同前往天气山 那里是曾经魔宗山门的所在 能找到名字卷的概率自然也就更大 宁缺与书吃墨珊珊同行 共同寻找天书名字卷的下落 却意外撞上了燕国皇子龙庆 因为此前书院一战 龙庆与宁缺本来就是水火不容 再加上的宗派此行 皆是来寻找天书名字卷 大家说起话来更是毫不客气 龙庆一上来就想动手 可宁缺却躲到了墨珊珊身后 墨珊珊不仅是墨池院的山主 更是洞悬上镜的神福师 真打起来龙庆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于是他和宁缺打赌 赌谁能够先破镜 宁缺本不想和他赌 可龙庆却以桑桑做妖邪 对宁缺来说桑桑是比面还重要的存在 因此他不得不和龙庆立下赌约 约定二人之间先破镜者为赢家 输者必须废掉自己的汽海雪山 宁缺输了就离开书院 而龙庆输了就滚出西林 以浩天的命运 以夫子的命运 下次相应 希望你一切 宁缺带着大黑伞 和珊珊一起躲进了密林 他知道自己一定赢不过龙庆 刚刚同意和他打赌 也只不过是拖延时间 可两人很快就发现 不远处的大明湖四有一栋 果然刚靠近湖边 就有一阵猛烈的天地元气息息而来 荒人首领唐也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唐立刻反应过来 魔宗宗主连生32很可能还活着 宁缺也敏锐地感知到 魔宗山门就在这附近 只不过是被人设了禁止 还没到打开的时候 龙庆一心都是和宁缺的赌约 此时的他距离知命境 只有一线之隔 只等身旁的桃树花叶全胜 他便能顺利进入知命 再加上身边还有叶红于护法 龙庆自信一定能赢下和宁缺的赌约 可此时的宁缺却还在湖边吃饭 全然把破镜知识忘在了脑后 或许是上天眷顾 一股强大的元气波动突然传来 和大明湖的天地元气融为了一体 大明湖 魔宗山门的入口 就是大明湖 原来天地之间所有的痕迹 都是福 恍惚中 宁缺好像看到桑桑冲自己跑来 等回过神时 却发现刚刚只是幻觉 但就是在这幻觉之中 他竟然先于龙庆一步破镜 赢下了那个赌注 得知宁缺破镜的龙庆岛新大乱 他一生骄傲自诩为光明之子 却一次次败在宁缺手下 一旦他顺利突破之命 不仅不会遵守诺言非吊气海雪山 反而还会报复宁缺 彻底铲除自己的竞争对手 果然宁缺话音刚落 便有无数冰锥从虚空中袭来 墨山山连忙祭出神福阻挡 可龙庆的杀招包含着浓烈的恨命 很快就击穿了他的神福 一旦支撑不住 二人今天都会丧命于此 才刚过镜就被杀死了 这可怎么办 原石三剑在生死之际 可以救你的命 此剑能突破空间的限制 距离越远威力反而越强 命却一把拉开挡在身前的墨山山 闭眼感知着龙庆的方位 接着祭出自己的最强一剑 原石三剑一路穿云破与威力大增 竟然直接射穿了龙庆的气海雪山 将它彻底变成废人 叶红于剑状大惊 连忙用西灵神要保住了他的命 可龙庆的气海雪山已废 从此以后将再无修行的可能 昔日万人敬仰的光明之子 如今沦落至此 说到底还是道心受损 他一向骄傲 认为自己是光明的传人 凡事都要争个第一 谁料竟然在书院考试中 输给了连气海雪山都没通的宁缺 之后又眼睁睁 看着宁缺成为书院十三先生 成为颜色大师的清传首途 成为浩天道南门的唯一传人 甚至仅仅以不惑之境 就登上了只收录之命的日字卷天书 龙庆就像是学生时代里 最努力成绩最好的学生 可他偏偏遇到了 有主角光环的宁缺 哪怕宁缺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干 也能先太一步破镜 我是西灵之子 我是光明之子 我本一举世无双 不 不 宁缺姗姗一路奔逃 却还是被夜红鱼拦住了去路 诺姗姗和他同为洞悬上镜 也都是天下三痴之一 可实力却远比不上 最新修道的夜红鱼 几次祭出符咒 都被夜红鱼一剑斩断 就连宁缺的元十三剑 也不是他的对手 宁缺自以为是夫子的清传弟子 夜红鱼应该不敢杀他 殊不知这位道士 早就想杀个书院弟子来证明自己 而如今宁缺费了龙庆 正好给了他下手的理由 这番操作直接惊呆了夜红鱼 他做梦也想不到 书院的十三先生 竟然是这种地痞无赖 荒原之上 两位女子一系红衣一袭白衣莫然对立 宁缺见墨珊珊没跑 最终还是折了回来 就算他再不要脸 也不能让一个无辜的女孩替自己去死 可宁缺甚至还没来急出手 就被夜红鱼放倒在地 墨珊珊见状 使出自己最强的焚天服困住夜红鱼 逼他祭出本命鲤鱼破阵 而此时 地上的锦囊也自动打开 那是菱形前颜色送给宁缺保命的 父子服从天而出困住了天上的鲤鱼 宁缺连忙弯弓搭建 可他的实力终究太弱了 宁缺还没碰到飞鱼半分 整个人就被夜红鱼的剑气斩飞出去 宁缺自知不是夜红鱼的对手 只能撑起大黑伞阻挡 冰锥裹挟着天地元气 不停击射而来 即使有大黑伞在前 还是让宁缺感到力不从心 夜红鱼将念力再上一层 散柄受力戳向宁缺腹中 鲜血瞬间从嘴角涌出 滴在了三师姐鱼帘 送他的颁纸上 顷刻间 颁纸由玉白色变得血红 随着血丝不断渗入 整片荒原都开始颤抖 大鸣湖更是发生了惊人的异动 夜红鱼的注意力立刻被转移 因为宁缺竟然破了 魔宗宗主设下的禁止 打开了尘封多年的魔宗山门 魔宗山门再度现世 为了寻找天书明自觉的踪迹 三人暂时停手相约迈入山门 可气氛却依旧剑拔弩张 别动 否则一时俱赔 试试看 莫山山连忙出来打圆场 说既然这里是魔宗山门 前方必然危险重重 现在打架对彼此都没有好处 三人同情反而有个照应 共同的目标达成了短暂的和平 精通阵法的莫山山 很快发现这里被设下了快蕾大阵 这是传说中 横跟天地的强大阵法 只要伸手触碰就会被中伤 宁缺不信邪地伸出手 那是因为当初布下此阵之日 根本不会想到 像你这种修为的人 还有机会来到这山门前 确实是需要修为更高的人 反正这破阵法 就靠动神出镜之人吧 宁缺仔细查看巨石 刚发现上面留有浩然剑气的痕迹 快蕾大阵就突然启动 强大的阵法 让三人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这时 宁缺想起五师兄和八师兄送给他的棋盘 以阵对阵或许可行 果然 他刚掏出棋盘 莫山山就看出其中 蕴含着强大的阵法之力 按照山山的指示调整棋盘后 快蕾大阵竟然真的停了下来 魔宗山门前 命缺举起带着扳指的手 山门好似听到赶照般缓缓打开 三人举起火把小心前行 只见山洞石壁上写着 书院科浩然变魔宗于此 命缺甚至还能感受到 上面留存的浩然剑气 只是他不知 自己的小师叔究竟为什么要灭魔 另一边荒人首领堂 察觉到魔宗静置被破 这让他深感不妙 夫子最弱的清传弟子 都能打开魔宗山门 那其他十二个弟子该有多强 夫子这么厉害 那夫子跟咱们的宗主 究竟哪一个更厉害 我想可能是夫子更厉害些吧 唐小唐瞬间眼睛一亮 甚至有了拜夫子为师的想法 夫子 倒是 大魔头 神仙老虎来劈狗 我来连生三十二 俺半可不读 不知十人为何总 以一半之为父全恋之心 我欲成佛变成佛 我欲成佛变成佛 眼前这个狂妄的男人 便是传说中的魔宗宗主 连生三十二 他是西陵的才爵大神官 是天晴的山门护法 更是魔宗的大弟子 夏侯的授业恩师 当年连生假扮魔宗之人 杀死了柯浩然的妻子 想逼他与魔宗开战 自己则坐收余力 用凡龙把他困在魔宗山门内 可没想到计谋被识破 柯浩然不仅没有中他的圈套 反而悟出凡龙真谛 把连生反困在其中 柯浩然以轻石为理 以剑横为诈 设下了这座凡龙大阵 锁链植入连生腹中 让他无法顿逃 而如今 命缺三人突破魔宗 静致来到此地 连生自称二十岁入天晴 慈悲为怀苦度众生 做梦也不会想到 有朝一日 这满地白骨会因他而生 可明缺却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 既然连生是西陵才爵司的大神作 为什么会被困于此 而且连生周身所负 静是浩然渐气 也就是说 是柯浩然把他困在这里的 连生自称和柯浩然是智友 相伴云游天下 可后来柯浩然入了书院 两人也渐行渐远 之后柯浩然练剑走火入魔 他为了阻止残剧发誓 才把只有脱路和魔宗的战争 最后柯浩然被添诛 他也受困于此 可宁缺根本就不相信连生的鬼话 小师叔一身正气 怎么可能轻易入魔 连生剑骗不过宁缺 于是承认自己已然入魔 而且可以带他们一起修炼魔宗神术 红为西灵神座的叶红鱼 对连生的话深信不疑 他一生痴迷修道 怎会放弃这大好机会 于是毫不犹豫地朝着连生走去 却没想到落入了连生的圈套 原来此人早已炼成饕餮大 能够吸食其他修行者的修为 宁缺姗姗见情况不妙 连忙上前阻止 却被连生以念力弹飞 叶红鱼的修为逐渐流失 眼看就要被吸成一具空壳 宁缺连忙祭出原始三剑 可连生却把叶红鱼作为护盾 将它飞速围绕在自己身边 宁缺闭眼宁神 已是还感知力量的存在 终于抓住虚余破绽 射出了原始三剑 剑锋擦着叶红鱼而过 直射向连生 可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连生竟然原地消失 只留下叶红鱼的一片红裙 和冰冷生锈的铁链 连生再次出现在身后 本以为冲破静置的他 却再次被锁链束缚住 原来他并不是自愿在这里赎罪 而是被柯浩然的繁龙大阵困于此处 叶红鱼抓准机会想要逃跑 却被一只混沌神兽叼了回来 莫姗姗认出 这是远古的滔天异兽 这种邪恶的功法 能够稀释人的念力和血肉 就连魔宗都厌弃他的邪恶 连生一边吸取叶红鱼功力 一边还在诱惑宁缺 说自己学惯三宗 道魔相通便可入神 如果宁缺愿意 完全可以继承他的一波 就算倒贴我银子我也不会继承 要学也要学小事 可疯子将剑鱼划成世界所有道法 如果最得意的繁龙封住所有天的缘境 让我像妖怪一样 真压在这终日不见青天的地方 让我承受这永世的孤独和绝望 我不甘心啊 连生再次加强滔铁功法 眼看就要把叶红鱼彻底吸干 命缺提刀而上 破刀直冲连生而去 妖兽滔铁冲出 将明缺扑倒在地 接着对他紧追不舍 命缺无力抵抗只能疯狂逃命 且战且退间 竟然领悟了小事书的浩然剑气 庞博的剑意向连生袭去 却被他稳稳抵挡在身前 甚至借助浩然气 震碎了繁龙神阵的束缚 想与繁龙困住 可惜你不是可疯子 你的修为太帅了 连生的念力逐渐恢复 就连贴身近战 也丝毫不落宁缺下风 叶红鱼与宁缺轮番上阵 却都被他尽数击退 不多时两人便都已身负重伤 他再次抓住叶红鱼 想要彻底将他的修为蹊径 叶红于目光坚定 竟然甘愿自降境界 由知命跌落自动旋径 顿时一股庞大的力量倾泻而出 震飞了连生三十二 连生正想再次出手 却被一道神符困住 原来是墨珊珊在魔宗山门外 领悟了快蕾大阵的官窍 画出了一道简化版的神符 地上的白骨和墙上的石壁 纷纷画为快蕾 服役席卷天地尽数冲向连生 可他只是伸出双臂 就挡下了这道知命威力的神符 墨珊珊念力耗尽 再也无力支持这座大阵 最终晕倒在地 宁缺意识恍惚 半梦半醒中 感觉似乎有浩然剑气 冲击着他的气海雪山 浩然剑的招式 自动浮现在脑海中 仿佛小师叔亲自传教 虚余之间 宁缺竟然领悟了浩然剑的精髓 气海雪山也被彻底打通 浩然剑气入体 便等同入魔 连生三十二身法鬼魅 幻化成三十二道分身 虚实相交真假难辨 但如今的宁缺 已然不是当初那个废产了 手起刀落 连生的分身便被斩去大半 虚实之间 宁缺看到一个助力原地的身影 于是毫不犹豫 祭出全部力量挥出扑刀 刀身触碰的刹那 所有分身竞数消失 连生还是败了 即使时隔几十年 他还是再一次败给了浩然剑气 他自以为浮道魔尖修 就能够跳出三界之外 可没想到 此生都被困在山中 他死死抓住宁缺 做着最后的辩白 谁知一转头 竟然看到了宁缺手上的扳指 连生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接着便把毕生修为 竞数传给了宁缺 黑色莲花凋零 三十二半竞数而落 只留下满地灰飞 为了要找你们俩 我脚的魔破 找来找去 找到了也没有用 我和屠夫 不会答应你任何事 夫子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只见他缓缓握紧左手 九徒的脸色瞬间苍白 森然可见白骨 在夫子面前 千年的大修行者 立刻低头认锁 连忙带夫子找到了屠夫 只是没想到 屠夫的态度比九徒还要强硬 看夫子的眼神也更加不屑 夫子来此 是为了寻找破解永夜的方法 可屠夫却笃定 世人皆是浩天圈养的牛羊 天岛无情啊 可我想要告诉你 人可圣天 这便是我的毒 另一边 命缺三人刚逃出魔宗山门 便有一只羽剑 带着强大的念力穿运而来 命缺连忙撑开大黑伞 这才堪堪保住一命 叶红鱼和墨山山都身负重伤 对方的伸手又诡诀难测 身形闪烁之间 便偷走了命缺腰间的铁盒 谁也没想到 来人竟是镇北将军下吼 昔日的灭门仇人就在眼前 命缺满腔愤怒无处发泄 举起坡刀便要和夏侯拼命 但两人的境界修为 实在相差太多 不到两个回合 命缺便败下阵来 眼看着对方的长枪 即将刺穿自己的咽喉 却又不知为何停了下来 只见一位身穿蓝袍的男子 缓缓从身后走出 腰间还别着一个水瓢 此人正是命缺的大师兄李漫漫 作为夫子的大弟子 李漫漫的境界早已达到了无据 夏侯自知不是大先生的对手 既然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 自然是走为上策 因为宁缺刚从魔宗山门里出来 所以夏侯陷入为主 觉得铁盒礼装的是天书名字卷 可没想到 那其实是连升三十二的骨灰盒 夏侯偷击不成十八米 不仅得罪了书院大先生 还不得不亲自给师父安葬 宁缺忍不住问大师兄 那卷丢失的天书到底在哪 大师兄微微一笑 从腰间取下名字卷天书 各家宗派位这一卷天书 争得你死我活 却没想到天书根本不在魔宗山门 而是一直别在李漫漫腰间 而且宁缺刚入书院时 李漫漫就想用天书换大黑伞 只不过被宁缺拒绝了 不用这本书 给你换 细子细子 拿去吧 小师弟不敢 嗯 宁缺激动地打开天书 却被其中汹涌的天地元气 晃得睁不开眼 他的修为还不够 自然也无法看懂这天书 当年 创立魔宗的天狱大神官被西陵追杀 他料到此卷天书 必然会招来事端 于是就将其交由夫子保管 李漫漫关于入之命后 夫子才又把天书交给了他 如今天书到了宁缺手中 月后不知道还会生出多少变故 书院大师兄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即使身在大将军夏侯府中 他也敢开口让对方归老 一句话便将夏侯16年的军功抹杀殆尽 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给小师弟宁缺报仇 夏侯作为唐国的镇北大将军 正处于一生中的舞蹈巅峰 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只见他举杯转向宁缺 敬酒的同时 一股强大的威压也降临到宁缺身上 直压的他头晕目眩喘不上气 眼看宁缺即将失去意识 大师兄李漫漫也举起了酒杯 一股更强大的念力倾泻而出 瞬间压制住了夏侯 也解除了宁缺身上的禁部 纯正的天地元气 甚至烧红了夏侯手中的酒杯 李漫漫依旧平静自若 脸上还带着温和的笑容 夏侯无力抵抗 更自知不是大先生的对手 只能屈辱认所 见目的达成 李漫漫带宁缺和墨姗姗全身而退 只剩夏侯在原地久久缓不过来 深夜 玲玲回到将军府 脸上还带着被宁缺砍出的长疤 玲玲想让军部出手杀人 可夏侯却明白 自己和宁缺之间必有一战 就算他不亲自动手 宁缺也不会放弃找他复仇 另一边 宁缺刚进城 就得知了师父颜色去世的消息 对宁缺而言 颜色不仅是他的授业恩师 更是像父亲一样的存在 春风亭一夜 是颜色为他解围 朱雀天阶之上 是颜色带他克服恐惧 师父亲手带他画幅 带他走遍唐国的大街小巷 两人同吃同众一师一友 那是宁缺此生从未感受过的亲情 可没想到荒原一行 竟然就成了咏蝶 我哭了 我记得你 宁缺一眼就认出 来人是在荒原上冒充马贼的灵灵 而灵灵不仅毫不遮掩 还故意挑衅宁缺逼他与自己一战 灵灵只知道宁缺气海雪山未通 哪怕破镜最多也只是洞悬 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可万万没想到 荒原一行不仅打通了宁缺的经脉 还让他继承了连升三十二的一波 灵灵祭出神福 响一击将宁缺送走 他以为宁缺必死 于是坦言自己来自西灵 此次来杀宁缺 也不是奉下猴之命 而是为了西灵的大业 宁缺脸上逐渐露出痛苦的神情 想起当年灵家的灵门惨案 无数只轻死在自己面前 宁缺身后瞬间爆发出恐怖的黑色气息 他握紧手中坡刀 带着吞噬一切的可怕的力量 疯狂向灵灵砍去 宁缺早已入魔 来自连升三十二的魔宗气息 更是纯正至极 让灵灵毫无还手之力 三两下便被宁缺彻底制服 直到黑色坡刀深深插入他胸口 宁缺才满意收手 只剩灵灵跪在原地 接着静直向前栽去死不明目 多日前 颜色与魏光明一战 两人在战斗中双双越过五境 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不久后 桑桑也因为收留逆范位光明 被军部抓进了唐国天牢 王景略替军部提审桑桑 却不想在天牢里 遇到了来劫狱的陈皮皮 面对知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 皮皮却连正眼都不想看他 拽起桑桑就要回书院 王景略以念立冠死牢门 接着闪现到陈皮皮身后 威胁他们只要自己在 就没人能踏出牢门一步 谁知陈皮皮只是身处一指 就将王景略击飞出去 口吐鲜血经脉剧断 这便是西灵之手冠的绝血 天下西神指 陈皮皮虽未完全学到 关主的精髓 但调打同等级的知命 还是绰绰有余 更何况他王景略 只不过是动玄境巅峰 知命以下无敌 终究还是知命以下 王景略这才反应过来 眼前的胖子竟然是 书院十二先生 他自知自己不是对手 但还是追着陈皮皮 要一个解释 十二先生又把人带走 怎么也得留句交代 就你这副德性 我凭什么跟你交代 那我怎么交代 我管你怎么交代 为光明死前 选定桑桑成为了光明的传人 作为光明之女的桑桑 已然不是当初那个小侍女了 西灵长教 清派天狱大神官前往唐国 是要接回这个代表西灵的光明之女 光明之女的身份被公布 再加上又是书院亲自动手救人 桑桑收留逆犯的罪名被一笔勾销 而且还成了唐国宫中的大红人 为了帮弟弟抢夺皇位 公主李渔明里暗里都在拉拢桑桑 她是西灵的光明之女 又是书院十三先生的侍女 如果能得到她的帮助 就等于同时拉拢了西灵和书院 李渔带桑桑入宫时 正巧撞见文元阁大学士曾静的夫人 夫人看着眼前桑桑 净凭空生出几分熟悉的感觉 觉得她像极了 自己十五年前丢失的女儿 宴会刚结束 夫人便找到御花园中的桑桑 打听到桑桑的生辰后 更是激动的无以言表 立即邀请她第二天去府上坐坐 桑桑在曾静府中 得到了近乎夸张的款待 就算她是光明之女 也不至于让唐国大学士如此善待 尤其是夫人的行为更加古怪 给桑桑盛汤时 还故意洒到了她的脚上 我只想给你洗脚 桑桑缓缓脱掉鞋子 夫人看到她脚背上的桑叶胎记 当场跪下痛哭流涕 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你没有死 你没有死 原来桑桑竟是大学士夫妇的亲女儿 多年前他们的女儿刚出生 就被人蒜子掳走 即使曾静一路追捕 原贩子却还是消失在了烟塘边境 曾静夫妇急切地想接桑桑回家 可桑桑自幼和宁缺相依为命 对他们几乎没什么感情 迟迟不愿意和父母回家 长大以后 我就再也没羡慕过别人有爹娘 因为我有少爷 我曾说过 我喜欢你 我记得 那 你喜欢我吗 应该是 喜欢吧 一隔数月 桑桑终于等回了宁缺 可和少爷一起回到老笔斋的 不仅有书院大师兄 还有他身后那个超凡脱俗的女子 女人一身雪白衣裙 容貌交好四天上月 正是大和国墨池院的墨庄主 桑桑站在原地看直了眼睛 墨珊珊也仔细打量着这个小侍女 在荒原时 她就经常因为宁缺提起桑桑吃醋 而眼前这个又脏又小的女孩 和宁缺口中的那个机灵的侍女 好像很不一样 见墨珊珊和宁缺如此亲密 桑桑只想赶紧逃跑 宁缺却非要拉着她给大家做饭 珊珊漫步在老笔斋中 丝毫不掩饰对宁缺书法的喜爱 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呢 真的有那么好吗 嗯 真的有那么好 你懂什么呀 跟我们家桑桑也没见识 人家可熟知 宁缺嘚得不行 完全没注意到桑桑的醋坛子已经打翻了 墨珊珊还在继续吹宁缺 说十三先生书法中的深意 是他临摹一辈子都学不来的 大师兄更是在一旁磕起了CP 话里话外都想撮合两个人在一起 二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暧昧 桑桑却只能躲在门后偷看 最后灰溜溜地回到厨房做饭 深夜 等墨珊珊离开老笔斋 桑桑才端出两个坛子 睡在旧光里的 是你师父 睡在西风里的 是我师父 当日颜色和微光明一战 二人双双破镜升天 只留下一地骨灰 被桑桑收进瓮中 看着眼前师父的骨灰 宁缺百感焦急 可更让他生气的是 桑桑竟然会认为光明做师父 当年是为光明欲言 明王之子降生大唐 这才有了后来林家的灭门惨案 桑桑拜为光明做师父 就是拜进了仇人的门庭 第二天一早 两人相约到后山为师父下葬 按照颜色的灵终遗言 桑桑执意要把他们埋在一起 可宁缺却不想让仇人和师父挨得那么紧 十几年来 两人第一次爆发如此激烈的争吵 一直吵到不欢而散 谁也不搭理谁 桑桑一个人躲在老笔斋身闷起 宁缺则开心地去找了叔侍姑娘 桑桑还在家等着少爷吃饭 而此时宁缺却在陪莫珊珊看夜景 莫珊珊羞涩地笑 这是宁缺第一次对她表白心意 也是两人第一次认清彼此的感情 送宁缺回老笔斋时 珊珊忍不住跳起来给了宁缺一个吻 而这一幕 刚好被躲在门后的桑桑看了个正正 这下她终于确定 自己要有少奶奶了 第二天晚上 桑桑最后一次收拾好老笔斋 接着带上属于自己的那一半银票 连夜回了亲生父母家 书院大师兄和二师兄四目相对 一个比一个气势凌人 眼看下一秒就要打起来 身后的师弟师妹 全都吓得连连后退 二人一个是无拒进的大修行者 另一个掌握柯浩然 清传的浩然剑气 夫子如今不在家 这两人要是真动起手来 说不定整座后山都会被荡皮 而书院的两位师兄之所以吵成这样 只不过是为了小师弟宁缺的婚事 不仅是他们俩 整个书院的师兄师姐 都因为宁缺的婚事 吵得不可开交 大师兄从荒原回来 亲眼看到宁缺和墨珊珊同身共死 觉得他们很是般配 不仅一直撮合两人的感情 还认了墨珊珊做异媚 恨不得让两人明天就成亲 二师兄没见过那位书痴 但一直和桑桑相熟 他明白桑桑对宁缺的情谊 更知道两人当年 是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宁缺要是和墨珊珊在一起 就是被怕了陪伴他十几年的桑桑 一时间 书院众师兄分成了两派 一派站大师兄 觉得宁缺和书痴姑娘郎才女貌 两人不仅都是修行者 还都是神服师 怎么看怎么般配 另一派则站在二师兄这边 觉得小师弟还是应该和桑桑在一起 虽然桑桑只是个小侍女 但无论如何两人都是一起长大的 我不认识书痴 自然不知道他哪里 但我认识桑桑 所以我觉得他和平 大师兄已然察觉到了桑桑的身份 不想让小师弟越陷越深 可君墨却丝毫不愿意让步 两人的话越说越难听 到最后甚至带上了挑衅的意味 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 三师姐连忙出来打圆场 说大家在这吵架根本就没意义 到最后还是要遵循小师弟的意愿 无论是娶桑桑还是书痴姑娘 都必须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 第二天一早 找不到桑桑的宁缺心急如焚 几番辗转后才找到了增福 好不容易寻得女儿的大学士 死活不让宁缺带走桑桑 可宁缺却扬言 如果不交出桑桑 他就直接放火把这宅子给烧了 桑桑闻言终于冲了出来 谁知宁缺拿起戒指追着他就打 回家 不 回家 不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 因为不喜欢 因为不高兴 桑桑终于喊出了自己的不满 从宁缺把墨珊带回家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想忍了 八岁开始家里就是他洗衣做饭 开老笔斋卖书法也是他的主意 可宁缺只是去了一趟荒原 就给他带回来一个少奶奶 这天宁缺当初老笔斋 就撞上了一位名叫道士的苦行僧 此人来自天秦国 这次前来大唐 正是为了给他的步步趋逆报仇 宁缺本不想与道士动手 但对方只是轻敲缠仗 便将他带入了幻境世界 原来此人是一位强大的念师 念师可以直接以念力 攻击对手的尸海 如果修为不够高 甚至无法察觉自己身处幻境之中 见宁缺还没反应过来 道士便想以念力抽走他的坡刀 还好宁缺及时清醒 动身追了上去 坡刀带着烈火符文出窍 汹涌的念力伴随刀锋 一起席向道士面门 僧缘连忙抬起缠杖阻挡 巨大的天地元气碰撞 让整片尸海都为之颤抖 两人沉浸在幻境中以念力战斗 现实中的身体反倒像是定在了原地 道士来自天秦国 对念力的操控可谓炉火纯青 但从境界上看 宁缺的念力不够 对战几乎占不到便宜 可他只是稍稍释放魔宗功力 便立刻挣脱了道士创造的幻境 我本就怀疑你 不是念师 何来如此雄魂的念力 原来你已入魔 道士再次敲击缠杖 将宁缺带入自己尸海 发誓要铲除宁缺这邪魔 为世间除害 这次他一出手 就是最强的天秦手印 这是天秦中的最强秘法 而道士修炼的境界 更是远超出天秦的极限 达到了世外的无上妙境 即使观战的陈皮皮 已经进入致命境界 也无法踏入他的领域 道士增强念力 让无尽的威压将石海笼罩起来 可宁缺继承了连生的一波 只靠着可怕的身体强度 也能硬撑下去 他明白道士想杀自己 绝不是因为他入魔 而是为了给屈膩报仇 宁缺的身体在天秦手印下挣扎 嘴上却没停下放狠话 道士彻底被激怒 一时口不择言 竟然说出了真相 原来曲尼不是他的姑姑 而是他的亲生母亲 母子连心 作为儿子他当然要为生母报仇 宁缺挥出大黑伞 挡下了道士的致命一击 黑伞将念力反弹回去 竟让一代天秦强者当场联技 陈皮皮确认道士没了呼吸 连忙拉上宁缺逃命 经此一战 宁缺终于意识到 桑桑才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人 因为刚刚面对死亡时 他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小侍女桑桑 如今杀了道士 第一个想到的 也是会不会连累桑桑 宁缺再次找到墨珊珊 可这次却不是来表白心意 而是来告别的 墨珊珊明白 宁缺最终还是选择了桑桑 他尊重宁缺的选择 强忍着悲痛做了最后的道别 直到目送宁缺离开 依旧站在雪中无法释怀 这天晚上 宁缺多喝了几杯酒 于是便开始胡言乱语 恍惚中看到一位白发老主 就强行拉着他喝酒划拳 宁缺从未见过夫子 还以为眼前的人只是个普通老头 酒过三巡后 便把自己入魔和杀害道士的事 当成吹牛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夫子一脸明重地看着他表演 谁知这小徒弟还越说越起敬 甚至大骂夫子是死鬼老师 不但你猜不出来我那个死鬼老师也猜不出来 我跟你说啊 我入魔了 哼 无拘境的李漫漫瞬间闪现 接住了被夫子打昏的宁缺 李漫漫很担心这个小师弟 因为当年夫子只用一根木棍 便把只手罐罐主困于南海 如今又打了宁缺一棒子 只怕他醒过来以后 就算不死也会变成废柴 殊不知宁缺已然入魔 筋骨强健的可怕 夫子这一棍最多也就是让他睡个好觉 第二天 宁缺前往后煽败见夫子 可没想到眼前的人 竟然正是昨天那个白发老头 想起自己酒后的那些大话 宁缺恨不得打个洞钻进去 听到夫子这么说话 他更是恨不得一头撞死 觉得自己肯定是要被赶出书院了 果然 夫子虽然没有直接把他请出书院 但还是暂缓了宁缺的拜师一事 罚他去撕过牙闭关修炼 什么时候想通 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不仅是因为宁缺言语冒犯夫子 更是因为他在荒原行事梦浪 丢了书院的脸 回到唐国后又杀了天秦国的道士 这件事虽然是道士挑战在先 两人的鄙视也是正当行为 但道士毕竟还是死在了唐国 而且是死在唐唐书院十三先生手里 实在是对书院的名誉有损 夫子这次罚他撕过 是惩罚更是一种保护 因为夫子知道 天秦国和曲尼大师 一定不会就这样轻易放过宁缺 另一边 曲尼很快就得知了道士的死讯 虽然在外人看来 道士只是他的侄子 可两人其实是亲生母子 见儿子死在自己面前 曲尼当然不可能放过宁缺 宁缺 我要让你去探战 天长 曲尼仔细查看儿子的尸体 发现他临终前曾使用过天秦手艺 以宁缺的境界 能逼道士使出这种绝学 就只有一种可能 宁缺入魔 堂堂书院的十三先生 眼色守徒进入了魔道 你就等着 成绩是知己吧 师兄师姐得知消息后 连夜给夫子做了一桌好菜 接着一期下跪 请求夫子放了小师弟 夫子见重弟子如此坚持 这才表明了自己的良苦用心 原来 宁缺修炼浩然剑 也算是柯浩然的半个传人 再加上他已经入魔 更是步上了柯浩然曾经走过的路 只有让他把体妹的磨起 净化成浩天神灰 才能不让世人诟病说他入魔 如果宁缺不能在四过崖中 真正领悟浩然之气 那么让他下山就等同于送死 而且夫子有意让宁缺 成为书院的天下行走 代表书院入世 不过这也要看他 能不能从四过崖出来了 自从柯浩然去世后 书院就不曾有过新的天下行走 如今世上的不可知之地 一共有四处 西陵之首官 天秦宗玄空 魔宗山门 还有书院的二层楼 前三者的天下行走 分别是夜清七念和荒人首领堂 他们三人皆是知命以上的大修行者 宁缺想要和他们比肩 无论是境界还是念力 都相差甚远 可夫子却坚持 要选定宁缺为书院天下行走 大师兄明白求情没用 只能亲自送宁缺进四过牙 当年柯浩然就是在此闭关 用三年时间 把浩然气净化成了浩天神灰 宁缺听说这个消息更崩溃了 小师叔那种天赋异禀的人 都用了三年 那他这种修道废柴 岂不是要一辈子困死在这里 而且这个丝过牙 可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一样 山洞看起来和平常的山洞无异 但洞口却被夫子亲自设下禁止 把他死死困在了里面 老师 我会不会永远被困在这里 别总是为这方浅动苦恼 洞外自有倾天 这也是你的机缘 好好把握个小的 宁缺从小就是个急脾气 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在丝过牙闭关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他就开始试着突破禁止 但夫子的力量和其强大 根本不是他这种废柴能够撼动的 更让人恼火的是 无论石头还是树叶 都能轻而易举地穿过结界 可宁缺就是无论如何都出不去 第二天一早 李漫漫和君墨又来看望宁缺 谁知君墨竟然轻轻松松 就迈进了丝过牙 得知整个树叶 只有自己突破不了禁止 宁缺直接气炸了 夫子这叫私设牢堂 烂尽无辜 这算不算触碰他们的 我要告他 李漫漫被宁缺的话逗笑了 想要告夫子的状 这个小师弟还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另一边 于连也来到夫子面前陈情 正是因为他给了宁缺魔宗的戒指 才让他打开魔宗山门 领入了浩然剑气 不仅入了魔 还继承了连升三十二的一波 于连慌忙解释 说明中并不是魔 他们只是和西陵理念不同 才被污蔑成魔宗 可夫子却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让他继续回救书楼超赃花小凯 夫子把宁缺幽禁在了思过牙中 宁缺自然是一百万个不服 大师兄李漫漫见状 告诉了他夫子的良苦用心 原来 思过牙可以帮宁缺 控制住体内的浩然之气 不让世人看出他已经入魔 在宁缺未出关前 还能防止西陵和天晴的人 来找他的麻烦 宁缺终于领悟了夫子的用心 从此便静心修炼 在思过牙中感悟着浩然气 这天宁缺突然发现 桑桑的手指能发出白光 而且他还能借助这股力量 突破思过牙的静止 做到来去自如 桑桑告诉宁缺 这是为光明传给他的浩天神灰 而且他只是随便一时 就掌握了这种能力 宁缺仿佛发现了新大路 连忙让桑桑教自己领悟浩天神灰 可他的资质太差 无论怎么感悟 都比不上桑桑的一根手指 宁缺在思过牙里 一待就是三个月 桑桑也一直在身边陪着他 直到有一天 陈匹匹火急火燎地找了过来 原来是西灵的天狱大神官 带着人马来到了唐国都城 一行人刚见到桑桑 就恭敬行礼 恭敬光明大神官 桑桑是为光明的传人 更是被浩天选中的光明之女 如今为光明先世 桑桑就成了光明殿的主人 新一代的光明大神官 西灵此次前来 就是要把他接回去 继承为光明的一波 桑桑本就是光明的传人 他会西灵也是应该的 见大师兄和夫子不管这事 陈匹匹只能把消息告诉了宁缺 可宁缺虽然着急 却无法突破夫子设下的禁止 他在这里被困了三个月 都没有一丝头绪 现在只剩三炷香的时间 怎么可能闯了出去 可桑桑对宁缺来说 是命一样的存在 他绝不可能 就这样看着西灵把桑桑带走 一次次强闯无果后 宁缺又想起了桑桑教他的浩天神灰 心无杂念 用最纯粹的气息去感知 宁缺禀心灵神 已是还感知天地元气的存在 竟然真的有所领悟 走出了夫子设下的禁止 宁缺飞速下山 拦住了西灵大神官 在对方看来 他们把桑桑带回西灵 是让他受万人敬仰 而留在宁缺身边 他就只能做一个小侍女 被人当做奴仆使唤 可对于宁缺而言 两人的命是绑在一起的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让桑桑离开自己 宁缺对西灵放下狠话 说除非他们直接和书院开战 不然就别妄想把桑桑带回去 西灵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在书院的地盘上得罪夫子 只能以退为进 把决定权交到了桑桑手里 三日后 如果他愿意回西灵 还是可以成为万人敬仰的光明大神官 宁缺当送走西灵大神官 又遇上了新的挑战者 来人正是剑胜柳白的弟弟 在下剑和柳一青 在此等候多时 还请十三先生 赐教 宁缺死死盯着柳一青手中的剑 他非常确定 这是自己好兄弟的配剑 那日夜雨春风停 曹小树就是用这把剑大杀四方 可自从都城一别 就再也没了他的消息 柳一青只是想以此逼宁缺出手 可他低估了宁缺对兄弟的情谊 更低估了书院十三先生的身手 宁缺的境界修为或许比不上他 可实战经验却要丰富上几百倍 两人对战不过十招 拨刀就架在了柳一青脖子上 此战胜负已定 但柳一青却笃定宁缺不敢杀他 因为如果自己死了 就没人能告诉他朝小树的下落 柳一青不讲武德 再次和宁缺缺斗在一起 直打的宁缺后退数十米 而正是这一击 让他心有感悟 竟然瞬间领悟了浩天神术 耀眼的光芒笼罩头顶 强大的威压直接把柳一青晃倒在地 等他再爬起来时 双眼已经被神灰闪下 什么都看不到了 可即使到了这种时候 他还在强调自己是柳白的亲笔的 宁缺不关心什么柳白柳黑 他只想知道兄弟朝小树的下落 见柳一轻步回答 宁缺直接一刀将他放倒 抢回了属于朝二哥的配件 感悟了浩天神灰的宁缺 终于通过考核 正式败入书院 成为了夫子的清传弟子 而这也是夫子 这辈子收的最后一个徒弟 宁缺一一败过书院的师兄师姐 这些日子一直是他们照顾宁缺 如果不是有师兄师姐帮助 他恐怕早就死在荒原了 可就在宁缺沾沾得意之时 夫子却要他继续回斯过牙闭关 为了安慰宁缺 夫子承诺今天晚上 会给他准备一份见面的 宁缺不情不愿地回到斯过牙 发现自己还是无法领悟那本天书 夫子如约出现在洞口 问起他对名字卷的见解 可宁缺却连这个名字 都没有理解透彻 夫子告诉他 所谓明辨是日月 而月可使光暗交融 但最大的问题的就是 浩天的世界并没有月 至少从宁缺出身开始 就没在天上看到过月亮 可夫子却说 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前或者以后没有 从前的世界 其实是有月亮的 只不过天上的月亮 被人刻意抹去了 传说 在浩天的世界 每个千年便要经历一次永夜 这意味着浩天的敌人 冥王将会重现人间 整个世界会进入极寒 万物停止生长 生灵涂炭 为了寻找破解永夜的方法 夫子带着李漫漫四处云游 两人到达极北热海之潘石 发现那里的黑夜已经开始变长 冰雪更是覆盖了整个北境 为此 夫子走遍浩天世界 只为找到屠夫和九湖 因为他们是为二 从上个永夜活下来的人 也是唯一可能知道破解之法的人 夫子历尽千辛才找到他们 谁知那两个老冬西游言不尽 死活不愿意说出破解之法 命缺瞬间变得十分紧张 连忙问夫子冥王之子是不是真的存在 可即使强如夫子 也没有真正经历过永夜 传说的真假更是无从讨证 当年为光明得到浩天的启示 推测冥王之子将是于唐国都城 这才有了临江君府的灭门惨案 宁缺一直不信天命 但如今他也不由地怀疑 自己可能真的是传说中的冥王之子 而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当年被杀的所有人 不就都是为他而死了吗 如此浩瀚的一个乾坤世界 云云众生的悲欢离合 全都细一句 像你这样的凡胎肉身 你不觉得可笑吗 夫子打断了宁缺的自怨自意 还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 让宁缺品尝 这是上本就没有什么冥王之子 更何况宁缺就算脚踩黑暗 也能兴向光明 另一边 天狱大神官再次找到宁缺 希望能带桑桑回西陵 桑桑是位光明的清传弟子 更是被浩天选中的光明之女 此次西陵专程前来 就是要接她回西陵 继任光明大神官一职 可宁缺不想桑桑离开自己 一直在其中拖延周旋 想着桑桑今年才16岁 便以年纪还小堂塞了过去 承诺三年以后 再去继任光明大神官 本来只是推脱的借口 谁知天狱大神官 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还约好三年后的今天在西陵相见 因为她已经看到了未来 三年后的桃山上光明乍现 光明之女一定会回到西陵 而且她的强大 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而两人之所以这么着急离开 也是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 就在两日前 柳白的弟弟被西陵挑唆 到书院挑战宁缺 结果被浩天神灰闪下了双眼 这样的大事 很快便惊动了剑圣柳白 柳白很是不解 为什么弟弟离开时 没有戴上自己的剑 反而是拿走了曹小树的青钢剑 剑阁弟子纷纷表示不知情 可柳白却不是个好糊弄的 一眼便揪出了西陵的奸细 我养了你七年 教了你七年 就算是一把冰冷的剑 也总该污热了吧 西陵圈养的奴才 天生就是块冰驼子 西陵细作被吓到当场腿软 而柳白更是被气得发疯 西陵挑唆柳一清对战宁缺 明摆着是要借他的剑杀人 得知下令的人是裁决大神官后 柳白当场决定 要让这个被占了二十多年的位置 换个新人 至于卧底在剑阁的判断 莱尔不枉飞里也 西陵能想到借剑杀人 他柳白自然也可以 只见他缓缓走进内室 闭目凝神 将灵力剑气聚于指尖之上 双指一挥 便有一柄虚空长剑凝结于面前 接着缓缓落于纸上 这一剑耗费了柳白巨大的面临 但他也有信心 这把剑定把西陵脚的天翻地覆 柳白让弟子将这把剑带给叶红鱼 希望助他早日突破境界 挑战裁决斯大神官 传令下去 从今日起 我剑阁可裁决斯决令 另一边 西陵神殿已然不扰而乱 长教英卧底被杀一世 大骂了首领罗克迪 罗克迪本想借剑杀人 让柳白的弟弟柳一清挑战宁缺 以此挑拨剑阁和书院的关系 谁知宁缺突然领悟浩天神辉 直接废了柳一清双眼 西陵的计谋更是被柳白试破 搞得剑阁和西陵彻底决裂 长教本就和书院不目 如今更是把矛头指向了夫子 当年夫子来到西陵 先是斩尽满山桃花 接着用一根木棍 把西陵之首冠罐主放逐南海 如今西陵要杀宁缺 夫子却又收了宁缺做清传弟子 时时处处护着他 就好像是故意要和西陵作对 长教虽然打不过夫子 但坚信夫子总有离开人世的一天 书院现在能保护宁缺保护大唐 可一旦有一日夫子升天 西陵必然会百倍偿还 可在此之前 他必须先解决西陵的内忧外患 叶红鱼去荒原一趟 不仅被连升三十二息走了大半修为 还强行跺境 由致命巅峰降到了洞玄 在西陵这个崇尚强者的地步 没有实力就等于没有地位 洞玄境的叶红鱼 一度被所有人看不起 尤其是平时恭敬的罗克迪 现在也能耀武扬威地骑到他头上 可叶红鱼闭关修炼数月 境界却迟迟得不到提升 而就在这时 他收到了来自剑阁柳白的信 展开信封的刹那 柳白的剑气瞬间倾泻而出 将他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大和剑意流淌其中 处处弥漫着无尽的威压和磅礴的念力 柳白将毕生对剑意的领悟 倾诉传给了叶红鱼 甚至连绝学大和剑意 都毫不保留地展现在他眼前 叶红鱼看着剑圣的幻影 心中瞬间有所感悟 竟然在续域之间便再次破镜 这是南海深处 距离陆地不知多少万里 你每天就这么站在船头 看着浪花翻卷 潮起潮落 难道不腻吗 关主陈某此刻肯定无语至己 但凡能离开这条船 谁愿意一辈子在海上飘着 还不是夫子用木棍 把他困在了南海上 这才不得不每天和海浪作伴 而现在之所以和龙庆共成一传 就是想收他为徒为自己复仇 早日走出这片汪洋 龙庆被宁缺废吊气海雪山后 便开始了奔波流亡 曾经骄傲的光明之子 如今看起来 甚至不如路边乞讨的叫花子 而龙庆辗转之间 竟然在南海边 遇到了只手冠冠主陈某 作为江夜里两个最倒霉的人 二人皆是一身本事 最后却不得不输给主角光环 此次见面 可以说是相见恨晚 然而其实在龙庆小时候 两人就有过一面之缘 那时陈某很看好龙庆 还说只要他选择光明 光明也必定会选择他 可如今龙庆落魄成这个样子 自然没有脸面再见关主 谁知他刚想转身离开 身后就传来关主的声音 还记得你的选择吗 光明已经遗弃了 我还有得选吧 你选择黑暗 光明也必拯救你 关主的话像黑夜里的一道光 瞬间点亮了龙庆的世界 龙庆自诩天之骄子 却一次次输给命圈 无论是书院考试 还是荒原打赌破镜 他都输得非常彻底 这一度让他不再相信光明 更不相信光明还能拯救自己 龙庆跪倒在冠主面前 问他真的还有机会重来一次吗 可冠主却说 每一次痛苦都是光明的洗礼 想要靠近光明 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痛苦 闻言 龙庆踏上冠主的小团 和他一起漂泊在南海之上 说到惨字 只手关冠主称第一 龙庆也只能排行第二 陈某的实力放眼 整个浩天世界 都是数一数二的程度 但还是被夫子驱逐到这南海之上 无法靠近岸边一步 而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中 他也没有自怨自艾 反而是参透了只手之道 龙庆跪地而泻 把只手关关主 当成了他求生的希望 只要不被光明抛弃 他就有勇气活下去 得知龙庆想变得强大 关主便递给他一枚信物 让他前往只手关求道 龙庆沿着山路不停向上 却迟迟找不到去之手关的路 西陵的不可知之地 自然不是能够轻易找到的 龙庆掏出关主给他的信物 很快便有一人从身后走出 原来是得知消息的师叔 亲自出来迎接他 进入之手关之前 师叔反复叮嘱龙庆 让他谨慎做出决定 想要入之手关翻阅天书 需要极大的毅力 学习中更是要承受极大的磨难 和数不尽的艰难险阻 以龙庆现在的修为 甚至可能会随时丧命 然而龙庆心意已决 发誓只要能败入之手关 就愿意承受一切后果 龙庆话音刚落 眼前便自动出现一条路 这不仅是通往之手关的路 更是他的救赎之路 龙庆来到之手关藏书阁 这里存放着 除了名字卷以外的其他六卷天书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落字卷天书 可还没来得及翻开 就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就联手也开始拼命颤抖 龙庆之前差点就进入之命 却在最后关头 被命缺一剑费了气海雪山 以他现在的境界 根本就无法打开天书 唯一能阅读的就只有那本 记载五境内修行者的日字卷 龙庆翻开日字卷 发誓一定会拼命修行 终有一日 把这些名字全部踩在自己脚下 看到宁缺的名字出现在第一页 他更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修习只手关的最强功法 亲手杀了宁缺 为了完成自己的复仇大业 龙庆不惜卧心尝胆 在只手关做起了最下等的福意 这天他再次翻开名字卷 竟然发现夜红鱼的名字 从洞玄境那页上消失了 龙庆连忙翻找起来 直到打开知命那页时 再次看到了夜红鱼三的字 这意味着这位道吃 竟然在一瞬之间 重新升入了知命境 龙庆的自信立刻被击垮了 夜红鱼堕入洞玄 也能重回知命 而他努力了这么久 却连气喊雪山都没有恢复 而龙庆不知道 夜红鱼之所以能重回知命 并不是有好天眷顾 而是柳白想借鉴杀人 这才故意助他破镜 绝望之中 龙庆来到了《沙字卷天书》前 这本书记载着无数修行的法门 有山野宗派的入门之法 更有好天道门的神奇妙语 有天秦宗的法门 甚至还有魔宗最邪恶的秘法 魔宗功法与其他宗派皆不相同 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直接吸取天地元气汇入自身 而无需用气还雪山产生感应 龙庆很快就发现了一门魔宗秘法 此法起源于连生三十二的饕餐功法 能够稀释对方的念力和修为化为己用 对渴望力量的龙庆来说 这无疑是最致命的诱惑 西灵神殿中 长教暗暗自喜 如今龙庆得到只手贯主的帮助 又被允许翻阅天书 想要崛起只是迟早的事 龙庆三番两次被宁缺羞辱 早就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一旦恢复修为 自然第一时间就会去找宁缺报仇 另一边 夏侯也已经归老 而当年正是这位大将军 待人屠了灵府 对宁缺来说 夏侯便是实实在在的杀父仇人 因此根本无需西灵亲自动手 龙庆和夏侯二人 就不会放过宁缺 而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西灵决定联系夏侯 共同剿灭宁缺这个冥王之子 夜红于荒原一行 不仅被连生三十二吸取了大半修为 还强行躲进知命将到了洞玄 裁决大神官因此降下惩罚 撤了夜红于裁决斯思作的职务 命他每日抄写卷宗 罗克敌见夜红于如此落魄 不仅日日出言羞辱 还趁机提出让他做自己的女人 作为回报 他不仅会帮夜红于离开这里 还能让他重新做回裁决斯思作 谁知夜红于宁死不从 当场威胁要杀了罗克敌 甚至强撑地使出全身念力还击 直接吓跑了胆小的罗克敌 从柳白的剑中领悟大和剑一后 夜红于直接从洞玄 重新升入了知命境 名字也再次出现在日字卷天书上 而他破镜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去找罗克敌复仇 不明真相的罗克敌 还以为是夜红于小童吗 想要嫁给自己 谁知刚上去动手动脚 就被夜红于瞬间躲开 只见这位道士手心蓄力 下一秒便幻化出一柄长剑 直指色胆包天的罗克敌 罗克敌以为夜红于的境界还没恢复 说话也不自觉地嚣张起来 可现在的夜红于不仅早就重回之命 还领悟了柳白的剑影 只用一剑便废了他的眼睛 夜红于没有杀他 因为只有活着 才能感受无尽的痛苦 夜红于伤了罗克敌后 便连夜逃出了西陵 罗克敌想带人追捕 却被天狱大神官拦下 即使到了长教面前 大神官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说夜红于才是西陵的未来 谴责裁决斯不应该借刀杀人 不仅得罪了剑圣柳白 还把夜红于逼出西陵 那又怎么样 好天之下 本座在上 本座行事 向那个柳白低头 见二人剑拔弩张 马上就要打起来 长教连忙张口制止了 下令不许罗克敌追捕夜红于 另一边 宁缺刚给自己置办了宅子 谁知当天晚上 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夜红于一袭红于站在门前 容颜交好恍若天神 可宁缺却被吓得不轻 当日在荒野之上 他险些死在夜红于手里 就算最后暂时休战 这个女人也一直想杀了他 你怎么进来的 哪里有我夜红于 想来而不能来的地方 马上给我找进屋子 我要在这住下来 见宁缺如此警惕 夜红于终于开口解释 说他不是来找宁缺寻仇的 现在的他 已经和裁决司在无关系 宁缺以为夜红于背叛了西林 可夜红于却说自己只是暂时离开 他出生就是道吃 自然一辈子都不会叛奖 夜红于暂住在了宁缺府中 时局混乱 有太多事情 他要静下心来慢慢想清楚 夏虎 你可认得此刀 宗主的刀 你还记得此刀 此刀用来铲除 魔宗的叛徒 就凭你 来吧 荒人领袖堂 只身闯进夏侯营帐 是要铲除这个魔宗叛徒 两柄刻着符文的长刃 飞速其向夏侯 刀刀直取咽喉 显然是奔着夺命而来 堂作为天下行走 修为念力军是大修行者的水平 再加上手中拿的又是魔宗宗主的刀 被偷袭的夏侯手无寸体 好几次被刀锋命中要害 但他身上穿着最强的明光砍 几乎能抵挡世上一切武器的攻击 因此唐的长刀 根本就伤不到他 即使夏侯无力反击 防御力也早就拉满了 更何况此时的夏侯 是为大唐征战17年的大将军 离武道巅峰只有一步之遥 自然不会轻易认输 夏侯召唤出自己的长枪 正式开始了反击 虽说一寸长一寸强 可手持长枪的夏侯 却依旧不是唐的对手 几次被唐击飞出卷 唐大骂夏侯是魔宗叛徒 挥出的长刀满是愤怒 虽然刀刀命中夏侯要害 但奈何对方有明光开保护 连皮肉都伤不当 唐越杀越气越气越杀 夏侯却还在为自己开脱 有些事情 我是没得熟的 我能活到今天 也不是 也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 狗言残喘 行尸子不入 也算活着 唐的刀法狂乱无章 刀锋上的符文更似烈火一般 充斥着凌冽的杀器 左右开弓之下 很快就把夏侯杀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无论他的刀再强 也无法破开夏侯的明光台 只要夏侯不主动把铠甲脱掉 就没人能杀死他 几乎等于开了锁血外挂 可唐偏偏不信邪 用尽全力挥出一刀 刀尖只对夏侯要害 巨大的天地元气波动 甚至让周围的空间都发生了扭曲 夏侯的瞳孔骤然放大 恍惚中看到了自己的妹妹夏天 一股强大的力量 自他的经脉中流出 耀眼的金色光芒一闪而过 夏侯竟然在请客之间 达到了传说中的五道巅峰 这是他潜心修炼多年 都未曾达到的境界 更是无数习武之人 穷尽一生也到达不了的修炼巅峰 此刻的唐 已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了 夏侯自知愧对魔宗 于是让唐自行离开 嘱咐他把魔宗子明带得越远越好 活下去比所谓的仇恨更加重要 唐虽然心有不甘 却不得不离开 而另一边 宁缺也在思考 如何完成自己的复仇大业 以他的修为和境界 想靠近夏侯都是难事 更别说破开明光凯 杀掉一个五道巅峰的大将军 而正道走不通时 自然就只能钻研歪门邪道 只有他才有能力 创建如此伟大的 惊天地 弃鬼神的金神镇 你既然能够成为 父子和一色两位大师的亲传弟子 不是没有原因 许是 你命该如此 你也将成为 我唐国金神镇 唯一的主人 唐王缓缓插入镇炎楚 便有唐国地图浮现在天穷之上 凡都城之地全被囊括其中 此镇由夫子所创 其中蕴含着整个天地的力量 是唐国引以为傲的守护大镇 金神镇一旦开启 哪怕是浩天也要畏惧三分 过去的几十年中 镇炎楚一直由颜色保管 这位伟大的神服师 一直是金神镇的主人 直到他与未光明决战之前 才把镇炎楚交给唐王 并且留下一言 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 就把这镇炎楚传给徒弟命缺 朱雀也选择了 成为我唐国金神镇 新一代的守护者 为什么是我 这个 朕也不知道 就算能力师父他 也说不出个所以言 但是朱雀的确选择了 金神镇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每代帝王都不惜用生命去维护此镇 因为这是唐国都城的保障 更是这座城最后的庇护 只要金神镇还在 唐国便永无灭亡可能 哪怕内忧万患 也终有一日能遇火重生 接过镇炎楚 就等于接过了守卫整个大唐的责任 宁缺自觉担当不起如此大阵 可唐王却说 他是被朱雀和颜色选中的人 又是夫子的清传弟子 注定要和金神镇绑定在一起 不仅是金神镇 唐国百姓的安危 甚至是唐国的未来 全都细于宁缺一身 为了不辜负师父的遗愿 宁缺郑重跪倒在地 唐王将夏侯破镜的消息 告诉了宁缺 这位退休的镇北大将军 已经达到了五道巅峰 放眼整个唐国几乎无人能敌 为了战胜夏侯 宁缺买下整个燕鸣湖 又拜托四师兄和六师兄 为他打造了威力巨大的炸弹 准备好偷袭的炸弹后 宁缺找到七师姐募用 让她为自己在燕鸣湖上布阵 七师姐一眼就看出 这里是金神镇的左之气眼 确实是个布阵的好地方 但想要启动燕鸣湖的阵 却不是件意识 哪怕最快也需要十天 大师兄里慢慢劝宁缺 现在去挑战夏侯无异于送死 希望他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复仇 可宁缺心意已决 战胜夏侯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事 灭门之仇怎可轻易忘记 哪怕九死一生他也不得不做 宁缺带桑桑在湖下安放炸弹 告诉他如果自己没有战胜夏侯 就让他自己回味城 老马和他曾经的兄弟都会保护他 可桑桑却执意要和宁缺一起对战夏侯 另一边 夏侯如约来到西陵 开口便质问长将 为什么给他假的通天丸 夏侯虽然突破了五道巅峰 却也被药力反噬 长将承认自己对要做了手脚 并且要挟夏侯 等战胜命缺后 才会帮他解除反噬 夏侯没想到西陵竟然如此卑鄙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那日龙庆漫步于只手冠中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召唤他 说能够解答他心中所有疑惑 龙庆将信将已走进山洞 只见一位老者被锁链死死捆住 显然已经被囚禁多年 老人早已越过了五境 是这世间为数不多的圣人 他一眼就看出 龙庆已经偷看了通天丸 龙庆慌忙解释 说自己只是偶然看到 绝无觊觎之心 可圣人却大骂他是个傻子 通天丸乃是浩天道门最珍贵的灵药 只需一颗就能让修行者 在最短的时间里迫近 而且整个世间 只剩下只手冠中的这一颗 如果他是龙庆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去 龙庆虽然渴望力量 却不敢背叛只手冠灌主 毕竟是灌主给了他重生的希望 还允许他留在只手冠败读天书 得知龙庆已经看了天书 圣人便告诉他 杀字卷天书的最后一章 讲的就是练造通天丸 如果他不想偷就自己去练 得到消息的龙庆 立刻找到一成诗书 想向他借炼丹的颅顶 一成诗书很看好龙庆 但还是忍不住叮嘱他 修行二字跪在只手 如果他放不下心中得失 就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只手 龙庆虽然懂得这个道理 却无法不去争 他生来就是被选中的光明之子 却被一个无名之辈 毁了汽海雪山 如今能够再次走上修行之路 自然更渴望强大的力量 他必须变得更强大 才有可能去找宁缺复仇 而现在 只有通天丸能给他这种力量 龙庆潜心炼化多日 丝毫不敢懈怠 可始终都没能炼出通天丸 每到最后关头 药丸都会化成灰烬 龙庆崩溃地找到圣人 说自己已经竭尽全力 却始终无法修成正果 而圣人只是提醒他 凡事都必须付出全部心血 龙庆回到炼药房 反复揣摩圣人的话 尤其是那心血二字 龙庆解开一代 接着下定决心 活生生摘下长在胸口的本命物 将自己的心头血滴 禁炼丹炉中 如果通天丸无法炼制成功 他很可能因此丧命 可这一次 炮天还是辜负了他 通天丸先是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可就在龙庆以为大功告成之时 所有希望再次化为了炮影 叶红鱼逃出西林 强行住进了宁缺府中 宁缺十分忌惮这位道吃 第二天一早 便来到书院商量对策 见夫子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宁缺直接开口威胁 说如果夫子不帮他赶走叶红鱼 他就当场退学 结果话音刚落 就被君墨狠狠教训了一番 千年以来 一直都是书院开除学生 还从来没见过 学生想抛弃师父的 更何况这个老师 还是受世间万人敬仰的夫子 夫子听了宁缺的话也不生气 反而说于连新收的徒弟唐小唐还不错 等宁缺一走就直接把他提上来 做大家的十三师妹 大师兄李漫漫更是接话 说唐小唐养的那条狼也不错 可以抱过来当书院的十三师郎 两人一唱一和 直接把宁缺对的说不出话 傍晚十分 陈皮皮来到宁缺家蹭饭 谁知竟然迎面撞上了夜红鱼 这位道师可谓是陈皮皮的童年阴影 看到夜红鱼出现 陈皮皮吓得转头就跑 可还没跑出两步 就又被叫了回来 今天这周可是我清爽了 你不是想喝吗 喝吧 陈皮皮吓得活都没了 连忙端起周一饮而尽 陈皮皮夜青和夜红鱼 三人从小一起在只手馆长大 皮皮一直把夜青当成亲哥哥 对人美心冷的夜红鱼也算是亲切 可当年夜红鱼只是提起一句 想让陈皮皮继承官主之位 这个官主的亲儿子 就连夜逃出了只手馆 没过多久 又转头败入了夫子门下 在世人眼中 夜青注定要成为天下行走 夜红鱼注定要入西陵神殿 而陈皮皮更是毫无疑问的 只手馆的下一任官主 皮皮讨厌这种命中注定的人生 更不想走上别人为他安排好的路 这才连夜逃出了西陵 因为只有在书院 他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休息自己喜欢的功法 师姐 其实我离开关里的真正原因 是我想要追求自由 自由 或许师姐 从来都没有体会过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而且杀戮正当 也不是你注定就要走的路 或许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听完陈皮皮的这番话 夜红鱼沉默两久 最后只是劝陈皮皮 早点回之手关 毕竟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 第二天一早 大师兄李漫漫找到堂王 希望皇帝能亲自出面 为当年临江军府一事平反 可一边是心高气傲的 镇北大将军 一边是身负血海深仇的 书院十三先生 堂王担心就算自己明发欲止 也不能抹去两人之间的仇恨 宁缺性情刚烈 一定会与他在都城一战 为当年死去的冤魂讨回公道 只是两人的境界差距实在太大 宁缺几乎不可能打得赢下红 可李漫漫却表示 既然宁缺是夫子的清传弟子 书院就不会冷眼旁观 对堂王来说 两人一个是精神阵的守护者 一个是战功赫赫的大将军 无论哪一个出事 都是唐国巨大的损失 可他也知道 无论如何这一战都不可能避免 宁缺接到夏侯的请帖 邀请他第二日见面一续 叶红瑜看出了宁缺眼中的杀意 更担心他的安危 于是没等宁缺同意 便提出要和他一同前去 第二天宁缺准时赴宴 却发现并不是他想象中红门宴的阵场 宴席上只有夏侯一人 只见他淡然自若自争自已 轻聊淡喜地说着当年的面门之事 言语中不仅没有半分愧疚 甚至还充满了不懈和挑衅 我杀了很多人 我不在 陶婷也不会在 因为在我的眼里 你就是一只蚂蚁 这里毕竟是天子脚下 而唐国都城又是书院的地盘 夏侯虽然自信一定能杀死宁缺 但还是害怕因此得罪夫子 就算借他八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主动对书院十三线上下手 因此他只能激怒宁缺 让宁缺先出手 再以还击之名杀死他 你若不是夫子的门徒 根本就没有资格坐在这 你的这条命是我一时大意送给你的 宁缺的沉着冷静 远超出了夏侯的想象 无论他怎么出言刺激 这位十三先生都始终面色平静 宁缺心里其实早已火冒三丈 但不能一击将敌人杀死时 就只能极力忍耐 以宁缺现在的境界和实力 想要战胜夏侯 就只能把他引到燕鸣湖上 在此之前 动手便等同于找死 住手吧 动手啊 宁缺发誓自己一定会为家人复仇 只不过不是现在 但身为大将军的夏侯 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在打什么算盘 宁缺买下燕鸣湖的是人尽皆知 他以为战尽地利 就可以战胜夏侯 但从没想过 夏侯为什么要乖乖去燕鸣湖 夏侯继续刺激宁缺 说自己会卸甲归田 从此咸云也喝一仰天年 而宁缺却要背负着所谓的仇恨 和冥王之子的诅咒 一辈子羞辱地活着 宁缺一路从魏城杀到都城 前半辈子九死一生 才成了颜色守屠夫子弟子 现在的他是精神镇的主人 更是唐国未来的国师 但这些看似华丽的头衔 却都无法改变他的命运 当年的那些人 都是因为他死于非命 宁缺忍无可忍 握紧了手中泼刀 叶红鱼见状连忙按住他 说以夏侯的年龄 谁先死还不一定呢 接着以花钱请客为由 用充斥着念力的镯子席向夏侯 夏侯只是坐在原地 玉镯就在眼前怦然碎裂 宁为瓦拳不为玉碎 宁缺终于冷静下来 和叶红鱼一起离开了饭局 我又不是被采花贼 夺了针槽的姑娘 我干嘛那么容易羞愧致死 等这件事件结束以后 我一定会亲手杀掉你 叶红鱼满脸羞涩愤 因为宁缺的话 让他回忆了一生中 最羞辱的遭遇 那日他奉命独自来到西陵神殿 谁知突然出现一个 身着黑色斗篷的男子 叶红鱼意识到 情况不妙连忙逃跑 可那人身形鬼魅 总能先一步堵住他的去路 很快叶红鱼就感觉四肢无力 紧接着被三个黑影家在其中 毫无还手之力 多年以后 道士仍没有从这段阴影中走出来 好在如今的他 早已重回之命 又领悟了柳白的大河建议 昨日都城一巨 宁缺差点就对夏侯动手 还好叶红鱼及时解围 才避免一场大战 为了感谢叶红鱼出手相助 宁缺特意请他吃了包子 还以他手不干净为由 直接喂给了叶红鱼 看着眼前意气风发的宁缺 叶红鱼那颗从未动摇过的道心 似乎也跳得更快了 当天晚上 叶红鱼便把柳白给他的剑 送给了宁缺 虽然看起来只是一张平平无奇的纸 但其中却包含着剑圣柳白的大河建议 得知叶红鱼把柳白之剑借给了宁缺 大师兄李漫漫也拿出了书院藏书 这三本书中记载着柯浩然的浩然剑情 足以让小师弟还清叶红鱼的人情 宁缺以三本书做交换 希望叶红鱼能教桑桑领悟西灵神术 只要桑桑开悟 便能去西灵继任光明大神观 宁缺甚至许诺 如果叶红鱼能帮桑桑修炼 治好他的寒症 他情愿把柳白的剑也喊回去 叶红鱼满口答应 接下了浩然剑的功法 但还是执意把柳白之剑送给宁缺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宁缺潜心领悟柳白的大河剑也 只要闭上眼睛 仿佛就能看到柳白的身影 那抹白色的影子 仿佛一把贯穿天地的长剑 无穷无尽的大河剑也自久天而落 宁缺感觉自己被这股凌冽剑气包裹 连忙睁开了双眼 他知道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最多也只能领悟到这种程度 于是第二天 便把这柳大河剑还给了叶红鱼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并且能够抵挡出这把剑的溜 不愚蠢的贪吃忘记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心性确实难得 如今的宁缺异常清醒 虽然他已经来到了洞悬巅峰 却迟迟无法跨过之命 而他的对手夏侯 早已经达到了五道巅峰 想要成功复仇要走的路还很远 而另一边 大将军夏侯终于来到金鸾殿上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向唐王请求归了 唐王没有丝毫犹豫 当场恩准了他的请求 接着又问起了当年林将军府的事 夏侯敏锐地察觉到 这是唐王想为当年知事翻案 于是坚称是林将军通敌叛国 当日大先生一席话 逼得他不得不提前归老 如今唐王更是要在百官面前给他难堪 夏侯一生征战沙场战功无数 从没想过有一日 竟然要受这种委屈 他驻守唐国北京数十年 经历无数劳苦风霜 可唐王心中 却永远只有书院的那个老头子 忍无可忍的夏侯 终于在京殿之上爆发了 恳请陛下谨记 守卫唐国是唐国的军队 是那些在军部铁骨蒸蒸的老将们 不是一个什么总是藏匿在都城的破败书院 夏侯作为唐国的镇北大将军 却只因书院大先生的一句话 就要被破归老 如今唐王更是要为当年的冤案停返 逼着夏侯承认十五年前罪行 这无异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狠狠打他夏侯的脸 容马一生的夏侯彻底被击入 竟然在金蓝殿上对唐王拔刀相向 可他毕竟是忠于唐国的将军 最后时刻还是扔下了手中的佩刀 夏侯归了 夏侯一甩披风潇洒离去 只剩唐王坐在王位上惊魂未定 此时的唐国大雪纷飞 夏侯刚出宫门 就看到了那柄熟悉的大黑伞 宁缺带着桑桑堵在门口 眼神里满是杀意 对宁缺而言 夏侯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仇人 十六年来他忍辱负重 就是为了今日能洗刷林江军府的冤屈 亲王健壮连忙质问命缺 说夏侯已经归了 为何还要抓着不放 而且按照唐律的规定 命缺不能对唐国大将军出手 命缺心中自然有数 因此他选择了最光明正大 也是最公平的一条路 修行者左手鸽掌 便意味着一场生死决斗 命缺将手中鲜血滴在生死状上 随后将沾满鲜血的纸地给夏侯 夏侯感慨命缺的勇气 拿起佩刀便向左手鸽去 他早就想杀死硬缺 只可惜失出无名 如今硬缺愿意生死决断 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时间地点你来定 三日以后 叶鸣户 随你 我猜到你一定这么骄傲 苍蝇面对蚂蚁 不用骄傲 就在此时 唐王也赶到了宫门口 众人纷纷跪地俯首 然而还没起身就等来了唐王的御决 当年涉及临江军府一案的人 纷纷被罢处 亲王李佩妍更是被点为庶人 此名单一出 天下皆知唐王是在为当年之事翻案 听着玉址中的一个个名字 那个可怕的夜晚再次出现在宁缺脑海中 整整十六年过去 当年的冤案终于沉冤得雪 可宁缺却还不满足 因为他父母的名字并不在其中 原来宁缺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将军之子 他的父母只是领府中不起眼的门房和奶妈 宁缺知道大家都希望他是将军之子 因为只有这样的复仇故事 听起来才足够精彩 但难道门房的孩子 就没有资格复仇了吗 宁缺知道夏侯有免死金牌 就算当年的案件被推翻 作为始作俑者的他也不会被处死 所以宁缺今天站在这里 就是要和夏侯决斗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为当年死去的人报仇 朕准理和夏侯公平一战 如今得到了唐王的允许 宁缺终于能并去一切杂念 只等三日之后 在燕鸣湖上与他决议死战 国师找到宁缺 想要他交出唐国的镇严处 而宁缺在出宫之前 就已经把镇严处交给了唐王 他与夏侯的仇事丝绸 自然不会轻易动用精神阵 我仿佛看到了很久以前 你小师叔的模样 夫子 小师弟跟小师叔 到底哪里相辖 原来十五年前 临江军府发生命案的时候 夫子就站在长街上 他亲眼看着宁缺从陵府中逃出 看着他捡到桑桑撑起大黑伞 看着他从一个小君族 成长为如今的修行者 夫子越看越觉得宁缺很像柯浩然 他们二人都极度渴望自由 而所谓的自由就是选择的权利 就像如今 宁缺选择与夏侯决战 这便是他的自由 如果小师弟真的败给了夏侯 我该做些什么 这么说 连你这位书院的大师兄 也认为宁缺与夏侯一战没有胜算 事关小师弟生死 还请夫子辞交 宁缺和夏侯是公平决斗 即使是书院也不能出手干预结果 不过他们可以为宁缺 提供一个绝对公平的环境 因为二人决战那天 想杀宁缺的绝对不止夏侯一人 天晴的七念和之首冠的叶青 此时都已到达了都城 他们作为天下行走 自然不会放过宁缺 而书院要做的 就是为宁缺拦下两人 果然还没等大先生出手 叶青就已经找上了宁缺 只是他没想到 自己的亲妹妹竟然站在了宁缺这边 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吗 叶先生 明天雁明山上有个观战的好地方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大师兄强行拉走了叶青 而这位未来的只手观观主 对大先生也是十分仰慕 甚至提出想与他决战 无论生死只争输赢 为了保护小师定定缺 李漫漫不得不应下他的挑战 城门之上 两人相对而立 李漫漫感受到了叶青强大的道心 此时的叶青已达致命巅峰 距离天起只有一线之隔 只不过大师兄早已到达了无惧 叶青率先出手 可李漫漫只是副手而立 就将那把剑停在身前 再一眨眼 剑气又原路返回 瞬间洞穿了叶青的身体 双血以肉眼的可剑的速度 将叶青冰封起来 想不到 我使出了我最强大的机械 竟然无法压制 我输了 抱歉 另一边 夏侯已经全副武装 踏上了前往叶明湖的路 寒冬腊月飘雪千里 宁缺与夏侯对立在冰封的湖面之上 今天注定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宁缺眼里满是杀意 不等夏侯开口挑衅 就祭出了自己最强的原始三剑 我准备十几年 他自知自己不是夏侯的对手 便以原始三剑的剑气为比 画出了一道巨大的锦字符 夏侯见自己已经身处丘龙 不得不祭出他的本命长枪 此枪由冠主亲自为他打造 威力非比寻常 请客之间便破了宁缺的锦字符大阵 而宁缺好似早就料到这个结局 平静地拉开了弓弦 原始三剑一共只有十三只 宁缺手中的已经是最后一支剑了 但诡异的是 这支剑并没有射向夏侯 而是向下射进了燕明湖湖底 原来宁缺早就拜托师兄 为他做了威力惊人的炸弹 又和桑桑一起定点安放 就是为了今日能够一起引爆 他早就听闻夏侯怕水 如果能将冰面炸开 便能更多一分胜算 可漫天火光消失后 夏侯却依旧稳稳立在湖面之上 这位镇北大将军早已达到了五道巅峰 身上又有明光甲护体 几乎是毫发无伤 就算此刻脚下就是燕明湖水 也不见他有丝毫巨色 说来也是 堂堂一国大将 怎么可能会怕水呢 你苦苦找了我十五年 终于等到了今天 你想让我 葬身于此 对吗 你的一切 我全都知晓 夏侯 你纵使是做坚不可摧的山峰 而我的手段 只是这不及烟的杀子 如果不停地敲下去 你总有一日会崩塌 宁缺的原石三剑 和福道之术都已经用尽 但这场战斗打到此时 夏侯还只是防御从未出手 夏侯以为宁缺已经无计可施了 但他漏算了一点 那就是宁缺已然入魔 而且继承的 还是他师父连升三十二的一波 宁缺抽出背后坡刀 主动上前要与夏侯决议此战 一边是书院的坡刀 一边是灌主打造的长枪 这场战斗注定精彩分成 宁缺凭借魔宗功法隐移身形 极快的速度让夏侯也难以察觉 几次差点被坡刀击中 但两人的境界差距终究还是太大了 没过几招 宁缺就被夏侯的长枪刺中 你又不是柯好人 能耐我喝 宁缺被夏侯的长枪甩飞出去 落地时已是满口鲜血身负重伤 而此时的夏侯却越战越勇 观战的叶青坐下定论 宁缺已经在无招数 可叶红瑜却笃定地说他有 因为就在决战之前 他曾把柳白的剑借给了宁缺 其中包含着柳白领悟一生的大和剑义 只要宁缺能感悟其中五成 便有机会战胜夏侯 冰封的燕鸣湖上 大和剑义化成寒冰 不天盖地的席向夏侯 即使他拿出本命长枪抵挡 还是被这滔滔剑一击的不停后退 宁缺将大和剑义和魔宗功法融合在一起 直打的夏侯没有还手之力 像个破败的玩偶任人攻击 若不是他有明光甲护身 此时恐怕早已被砍成了肉泥 宁缺将大和剑义和魔宗功法结合 几个回合便将夏侯击倒在地 耽误到巅峰的夏侯 又怎么会惧怕一个洞悬上进的宁缺 这次夏侯不再有所保留 只见他疯狂地发起进攻 招招直奔宁缺命门 一脚便将宁缺踹进了燕鸣湖底 宁缺被夏侯踹得昏死过去 身体不断下坠 桑桑担心少爷安危 抄起大黑伞就冲了出来 满脑子只想和夏侯拼命 只是他一个小侍女 怎么可能是夏侯的对手 下一秒便被击飞出去 而就在夏侯准备杀死桑桑时 宁缺感知到自家小侍女有危险 竟然奇迹般地从湖水中苏醒过来 接着从水中一跃而出 抽刀向夏侯头上坦去 两人再次缠斗在一起 宁缺将无尽恨意注入破刀之中 可依旧不是夏侯的对手 宁缺 你练剑化服 宁缺并非没有本命物 他的本命物正是身后的桑桑 话音刚落 桑桑瘦小的身影便浮上天空 周身散发出耀眼的浩天神灰 浩天的力量注入宁缺体内 只一刀便将夏侯斩废在地 眼看自己落于下风 夏侯不得不掏出了掌教送他的通天丸 其实夏侯早就知道 这通天丸是假的 真正的通天丸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但他之前吃下半颗后 虽然升入了五道巅峰 可身体也遭到了巨大的反噬 只是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这半颗通天丸 已经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夏侯握紧通天丸 巨大的力量瞬间充斥全身 本就是五道巅峰的修为 又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可就在夏侯准备杀死明缺时 那股力量又瞬间将他反噬 就连身上的明光铠也被彻底破开 夏侯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一切都是西灵做的局 他们本来就没想给他活路 不仅要用通天丸害死自己 还要借自己的手杀死明缺 此时的夏侯 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人知将死其言也善 你小子 陛下 弃住你 夫子 保护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 冥王之子 但是 黑夜来临之际 只有你 才能保全唐国 保护我那可怜的妹妹 西流 想借我的手 让咱们同归于尽 记住 他们 才是你最大的敌人 夏侯用尽最后的力气 把宁缺送回了桑桑身边 嘱咐他一定要好好活着 夏侯回忆着自己这一生 他是连生三十二的弟子 是世人诟病的魔宗余孽 更是战功赫赫的唐国大将军 他这辈子杀了很多人 有些是自怨 但更多是被迫 魔宗的身份和大将军的职责 让他不得不杀人 到头来善恶有报 他终究也死在了别人手里 看着夏侯在眼前灰飞烟灭 宁缺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十几年的努力总归没有白费 可燕鸣湖一战 也让他和桑桑身受重伤 桑桑更是韩正发作生命垂危